第221章剑气冲销,红日一点点地沉落,慕颜两道目光在唐欢和那轮红日之间转来转去,越来越有些胶着。 次受到慕颜感染,顾颖也变得有些紧张起来。 这个时候,慕颜和顾颖全都做好了离去的准备。 慕颜已将凤鸣绑在了背上,顾颜也将那个绝灵同目相背在了身上,小布点和七彩零鼠,一个蹲在慕颜身前,一个趴在了她的肩膀上。 至于唐欢的龙凤枪,此刻也已被她握在了手中。 呼,静静地助力了好一阵子的唐欢终于睁开眼睛,身躯冲天而起,填起的右手双指已是落在了高近四米的箭石上。 成了,慕颜和顾颖见状,竟是如弹簧般跳了起来,都是喜动颜色。 那快箭石处,唐欢手指已是急速游走,真气源源不断地渗透进去,亮光如影随形地跟着手指而动。 飘落在地的瞬间,唐欢已将灵图勾画完毕,一气呵成,中途没有丝毫停滞。 嗡,瞬息过后,积月的颤鸣声震荡虚空,那快箭石爆散出异常耀眼的白芒。 痴,紧接着,一道炫目的剑应便从箭石内部分离而出,闪电斑地朝唐欢眉心电视而去,醒客之间便已融入其中。 慕炎,顾胸,走,唐欢身形如电,闪烁而至,弹指过后,唐欢就一手一个,分别抓住了慕炎和顾影的手掌,带着两人在这108块箭石之间左腕右绕,如蝴蝶穿花。 这时的慕炎和顾影,便如同慕偶一般,只负责跟上唐欢的速度,至于要怎么走,则完全交给唐欢决定。 只不过短短几个呼吸的时间,三人就从迷宫剑谷的剑间来到了剑柄处。 呼,当从最后一块箭石旁侧穿梭而过时,唐欢,慕炎和顾影便感觉周围虚空好似如连一般微微波动了一下。 瞬即,三人眼前世界大变,充斥于视线之内的,不再是那些大大小小的剑石,而是各种不同的山石草木。 出来了,唐欢随即停住脚步,畅快地大笑出声。 我们终于出来了,短暂地争论过后,慕炎也是欣喜若狂地欢呼而生,继而竟如小女孩一般挥舞着龙凤枪又蹦又跳。 108道剑印,哈哈,顾影也是经不住纵声狂笑,尽管创造这个记录的并非是他,可即便如此,他同样于有荣焉。 轰,然而,三人的声音还没有落下,一声巨响突然毫无征兆地响起,竟连天地都似狠狠地震颤了一下。 唐欢,慕炎和固影条件反射斑地回身望去,变剑数米之外的迷宫剑谷内,里面的每一块剑实镜都爆散出了异常璀璨的亮光,紧接着,就有丝丝缕缕的白色气息在剑谷上空快速汇集。 只不过眨眼间的功夫,一柄无比旁硕的巨剑就以凝聚成形,冲天而起。 呼,剑盲裂空而上,惊天动地的呼啸之声弥漫开来的同时,一股浩瀚无比的剑意立刻向四面八方席卷而去,竟如狂涛骇浪一般,浩浩荡荡,磅驳无忌,竟是令人心底不由自主地生出渺小之感,似欲对其顶礼膜拜。 不管是唐欢,慕炎,还是顾影,这时都是呆住了。 那剑盲却是直冲云霄,随即便在略显昏沉的数千米苍穹之上,占露出令人目眩神迷的璀璨光滑。 这一刹那,数百里之外的龙泉镇,众多舞者近乎同时被惊动。 四欧,沙龙帝国千江府内,楚风突然如离弦之剑般冲出房间,出现在外面空阔的场地之上,抬眼望着遥远高空处那柄白芒朔朔的巨剑,冰冷的面庞之上竟是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了浓浓的惊骇之色。 浩强的剑益,楚风经不住泥南出声,从那道剑盲来看,他与龙泉镇骑马相距数百里,可即便如此,都能清晰地感受到那扑天盖地呼啸而来的剑益,那剑益如围鹅巨山,如汪洋大海,棒驳浩瀚,中正平和,却自有一股令人不可抗拒的威严。 楚风用的武器便是剑,对那剑益的感受也是更加深切。当那剑益席卷而来的瞬间,他竟是生出了一种错觉,仿佛出现在面前的不是一道剑盲,而是一位君灵天下的帝王,哪怕是那位帝王和颜月色,却仍旧让他有种跪拜于地,俯首称臣的冲动。 柱剑谷,金袍一闪,独孤眼的身影随即出现,面旁苍白如指,不见血色,抬头望着那道巨大的剑盲,眉宇间也是有着一抹震撼之色,那个地方苑林遍布,鬼气森寒,怎会出现如此浩然雄浑的剑益? 不等楚风出生,独孤眼就面色奏变,莫非是迷宫剑谷?迷宫剑谷,楚风一争,不错,独孤眼本就苍白的面旁煞石变得更是阴沉。 据说,在那驻剑谷内的迷宫剑谷之中,一旦有炼骑师汇集的剑印超过了原先最高的记录,其出谷之时,所有分离过剑印的剑实立刻就会激发出极其强烈的剑气,凝聚成形,并在剑谷上空显露出这等巨剑当空的异象。 楚下也曾听过这个传闻,楚风下意识地点了点头,可紧接着,他便又摇摇头道,不过这怎么可能,迷宫剑谷早已荒废,话没说完,楚风的声音就戛然而止,继而骇然失声道,将军的意思是,那个谈欢。 正是,双引号双引号,剑气凝行,流营九霄,神兵阁屋顶之上,葛腾瞻目结舌,老夫没眼花吧。 老夫有生之年,居然还能看到如此异象,楼主没眼花,我也没眼花,一个中年男子男男师生,真是没想到,住剑谷荒废之后,还会有这等传说中的异象显露出来。 住剑谷虽荒废了,里面的迷宫剑谷却依然有效。 葛腾深吸口气,眉宇间有着难以掩饰的惊骇和激动,唐欢。 一定是唐欢,过了这么多天,本以为他早已饥渴而亡,却不料他不但没死,竟还成功走出了迷宫剑谷,并且炮制出了如此惊人的动静。 第222章风暴漩涡,唐欢,中年男子骇然失声,脑袋似有些发萌,过了好一会儿才忍不住道,楼主,你真觉得那里的异象是因唐欢而现? 说不定前些天有某位高阶炼器师或者是炼器大师也进入了迷宫剑谷呢? 哪有这么巧的事情? 葛腾几乎是想都不想就摇头道,老夫在龙泉镇待了这么多年,还从没见有哪个高阶炼器或炼器大师去过迷宫剑谷? 如果真有人去,肯定会先到这龙泉镇来做好各种准备,我们不可能不知道。 这倒也是,中年男子点点头,一脸的匪夷所思,一个小小的中阶炼器师,成功走出迷宫剑谷且不说,居然还能打破以往剑印树木的最高记录,在剑谷上空险画出如此异象,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葛腾缓缓道,如果老夫没记错的话,迷宫剑谷的最高记录,应该是百多年前我们人族荣耀帝谷的开国皇帝山河留下的72道剑印,唐欢既然打破了他的记录,极有可能是73道,或者74道剑印。 数数不就知道了,中年男子凝幕朝遥远苍穹楚望去,大白色巨剑之内,蕴含着一道道大小不一的剑影,数目众多,那里的每一道剑影,便代表着迷宫剑谷内的一块剑石。 引发如此动静的炼器师,到底汇集了多少剑印,数过之后,一目了然。 73,74,80,90,100,108,略试书下去,葛腾和中年男子脸上的汉意之色就更浓,当书完最后一道剑影时,两人已是眼睛发直,单若目击。 妈的,1,108,星海宝石点内,聂松吉木远眺,嘴巴大张,半晌过后,竟是忍不住抱了剧粗口。 我是在做梦吧,我一定是在做梦,淋于宝石点内,水蓄双目失神,神不守舍地迪估出声。 近乎同时,龙泉阵内,几乎所有舞者都将驻见谷高空楚的异状收入了眼底。 不知道这种异象来历的,都被那棒驳的剑意给金的木凳口呆,而知道那异象来历的,却更是为之惊骇莫名。 而后,便有不少舞者醒悟过来,不约而同地将这异象与前段时间进入迷宫剑谷的唐欢联系了起来。 毕竟,如今最值得怀疑的舞剑,只有唐欢一人。 可是当众人在竖清楚了那具剑之内所蕴含的剑影数目后,却各个都是满脸的不可思议,险些把眼珠子都瞪出框来。 那具剑之内,竟有108道剑影。 108道剑影,便意味着108块剑石,108道剑影。 整个迷宫剑谷,所拥有的剑石加起来据说也就108块,因此,练器师所能汇集的剑影上限,也同样是108道。 一道剑影,所能存在的时间只有区区半个月时间。 这就是说,在凝聚了第一道剑影之后,必须在接下来的半个月时间内,及其剩下所有的107道剑影,才能引发如此害人的异象。 如果唐欢是高阶炼器师,炼器大师,甚至是炼器宗师,也就罢了,可他似乎只是个中阶炼器师。 自迷宫剑谷出现以来,无数高阶之上的炼器师从未做到过的事情,一个中阶炼器师居然做到了。 奶奶的,这可是从未有人做到过的壮举。 这一瞬间,龙泉镇内,无数舞者心里都忍不住如涅松那般抱起了粗口。 此刻,在龙泉古镇的一棵巨树巅之上,陆琛也是抬起头,呆呆地望着高空之上的那道巨剑, 两久之后,才回过神来摇头一笑,眼眸深处有着震撼和惊喜之意显露, 心生自语,小家伙,老夫早就知道你没那么容易死在迷宫见谷。 可你弄出来的这动静也未免太吓人了。 108道剑印,百多年前,圣皇陛下一晋升高阶炼器师,便以72道剑印创下迷宫见谷记录,震惊世人。 可你倒好,才是中阶炼器师,便超越了圣皇他老人家保持了百年的记录,而且还高出整整36道剑印。 如此记录,日后绝对再无人能够打破了,不过,此时对你却不知是福是祸,那个地方的人,怕是很快就要找上你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高空之上,那道巨剑不但没有淡化下去,反而变得更加的璀璨绚烂,令人难以逼世。 整整两刻钟后,那巨剑才急剧收缩,最后竟是化作一道无比亮眼的白芒,如流星一般东北方向电视而去,只不过眨眼间的功夫,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却令得龙泉镇内众人更是为之惊疑不定。 起源大陆、圣灵大陆以及极灭大陆之间的茫茫海域之间,一个无比巨大的漩涡急速旋转,竟是覆盖了方圆百里区域,海面上空,异常可怕的风暴顺着这漩涡之势飞速流转,声势害人至极。 在这风暴漩涡之内,虚空都似被绞成了碎末,惊天动地的呼啸之声弥漫开来,激荡数千里。 这风暴漩涡,衍生出的稀释之力,更是恐怖到了极点,哪怕是在千里之外,海水都在顺着漩涡而动。 这片广阔的海域,别说是帆船了,哪怕是一座岛屿,恐怕都会被这漩涡渐侵蚀,化作虚无。 不过,在这风暴漩涡西边约莫两千里外,却耸立着一座维俄飞,如利剑般冲出海面,直插天穷。 光秃秃的风鸾之巅,有着一座石雕,看起来像是一个盘坐余地的老者,面容轻握,栩栩如生,雪白的须法竟似与身上的那袭白袍一样,都被海风吹动,但却似在飘逸而起的瞬间被定格在了空中。 雕塑似与身下的巨石融为一体,虽海风呼啸,却自窥然不动。 嗡,可就在这时,雕塑体内却突然发出剑鸣般的声音,而其眉心之处,一道微弱的白盲陡然闪现出来,赫然是一道剑形印记,随着时间的流逝,那道白色剑印越来越亮,在夜空之下一场璀璨。 嗡,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一道小小的白色剑芒突然从遥远的夜空之下,激舍而来,撞入雕塑美心。 嗡,绚烂的光华漠然爆散开来,越发响亮的声音震荡苍穹,疯癫之上,那雕塑似被惊动,竟猛然睁开了眼睛,那定格的虚法衣袍也开始随着海风烈烈飘舞,仿佛冰封之人突然从沉睡中苏醒了过来。 第223章太阴木,驻剑谷内,迷宫剑谷之外,唐欢,沐岩和故影终于回过神来。 那号浩荡荡的棒驳剑意从高空呼啸而下,三人首当其冲,感受最是深刻,心绪竟也随之激荡不已。 在这剑意的洗涤之下,这驻剑谷内的阴冷森寒似乎一扫而空。 糟糕,片刻过后,沐岩突如其来的一声交呼,打破了这片空间的陈迹,也将唐欢和故影的目光吸引了过去。 唐欢,我忘记告诉你了,每次有新的记录出现,剑谷上空都会出现这样的异象,也会将剑影的树木显露出来。 你们看,那道剑气之内共有一百零八道剑影,这便意味着唐欢极起了一百零八道剑影。 呆呆地看了好一会儿,沐岩才回过神来,经不住苦笑出声。 还真是这样,故影一愣,立刻就仰头细数起来,没一会就颇为惊奇大叫起来,这驻剑谷离龙泉镇也就几百里的样子。 现在,龙泉镇那里恐怕所有人都已经看到这一项,也知道有人在这迷宫剑谷之内了一百零八道剑影。 不过,又没人看到我们进入迷宫剑谷,估计很少有人想到唐欢身上吧? 这道也是,沐岩转念一想,也是笑了起来,松了口气的道,还好,还好,如果人人都知道引动这一项的是你,恐怕会有更多人想要杀你而后快了,甚至魔族和天族, 说不定也会想方设法对你下手。 也就是两人都不知道唐欢进入迷宫剑谷的消息早已在龙泉镇广为流传,否则,他们便不会这么想了。 事已至此,担心也是没用,唐欢神色平静地笑了一笑,顾兄,沐岩,接下来我打算进入住剑谷深处瞧,你们就在古镇外面等我吧。 他比谁都清楚沐秀于灵,封闭催之的道理。 只可惜,老头子虽跟他提到这迷宫剑谷,但主要的目的是提醒他不要进去,却并未细细讲解,他所了解的东西,还不如沐岩那么多。 如果早知道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在七十一道剑印时,他就会罢手,绝不会超过那个七十二道剑印的纪录,更及其所有剑印。 不过事情已经发生,后悔也是无用,你还要进去。 沐岩喝了一跳,这太危险了,顾颖也是颇为吃惊,唐欢老弟,铸剑谷深处那的操纵怨灵和血灵的家伙,实力之强,绝对要超乎我们的想象。 你一个人进去怎么能行,真要去的话,也得我们一起去,相互间也能有所照应。 他和沐岩一样,也是只达到六阶巅峰,还没有凝聚灵丹,成为七阶大武师,但实力和之强相比,起码强了数倍。 正因为危险,所以我才要单独进去,唐欢笑盈盈地从怀中掏出那块长条状的玉牌,有了这个东西,我就算真遇到危险,也来得及逃脱。 唐欢很清楚,自己若是不将这块老头子留下的宗师灰牌留下,他们是绝不会同意自己单独犯险的。 练起宗师的身份灰牌,目颜交呼出声,美眸深处满是金色。 双引号双引号,夕阳完全沉落,夜幕已然降临,可高空那巨剑散发出来的亿万道璀璨光芒,却是将整个铸剑谷都映照得如同白昼。 搜,唐欢深如流光,在陵墓间飞速穿梭,在看过他的宗师灰牌之后,目颜和顾影终于放下心来,与唐欢分道扬镳。 唐欢此行,几乎没带什么东西,除了手中的龙凤枪之外,便只有腰间纳得目颜硬是要他戴上的装有那层针火灵犬的葫芦。 当然,小不点也是不可能落下的,义和睦炎,故影分开,唐欢便将自身速度发挥得淋漓尽致。 周围不时可见怨灵的身影,甚至偶尔还能瞧见一两个血灵,可不管是怨灵,还是血灵,都在地面蜷缩成一团,速速发抖。 唐欢知道,他们是在畏惧纳谷从高空腹压而下的磅驳建议。 早在迷宫建谷那边的时候,唐欢就瞥见几个躲在丛林暗影中站立的怨灵,于是立刻就决定现在深入铸建谷。 见其冲销,聚建当空,纳建议已是充斥着铸建谷内的每个角落。 这可是进入铸建谷的最好时机,与谷口的龙泉谷镇一样,这铸建谷内也同样到处都是残垣断壁, 有些依稀还能判断出数十年前的大概形状。 唐欢便根据这个,与老头子交代技术的那副地图互相对照。 越是深入,唐欢就越是小心,与此同时,小不点的脑袋也是钻出布兜,一双耳朵如风帆斑树起,似在细细感应着什么。 不知不觉间,唐欢远远看到过的那座剑碑终于完完整整在视线中呈现出来,那剑碑高达数百米, 在夜空之下,散发着淡淡的白色光滑,紧挨着剑碑的,乃是一座白色的坟墓, 它并非是有土石砌成,看起来便像是一块无比旁硕的白色玉石雕琢成如今的半球状。 阴寒之意源源不断地从坟墓之中透散出来,方圆百米之内,不但寸草不生,而且鲜尘不染。 唐欢之道,这应该就是太阴墓,那太阴据说是远古之时最为厉害的炼奇师,但他和别的炼奇师不同。 一般的炼奇师,会锻造任何武器,但太阴却只锻造剑,一生之中,除剑之外,竟是从未锻造任何其他类型的武器。 太阴陨落之后,便埋葬这里,因其只专注于铸剑,这座山谷便被称作铸剑谷。 师父所说的地方,就在太阴墓的后方。 不过,都已到了这里,还不曾遭遇那操纵怨铃和血铃的家伙。 难道也被那建议压制的洞弹不得了,唐欢打亮着周围,眼神中的警惕之意不但没有消逝,反而变得更加的强烈。 这里已经是铸剑谷的最深处了,太阴墓后数十米处,便是光滑如玉的陡峭崖壁,而崖壁上,则是有着六个黑幽幽的洞窟。 那个家伙如果还在这铸剑谷中的话,极有可能就是藏身在某处洞窟之内。 第224张盔甲,六座洞窟,呈三角状分布,下面三座,中间两座,上面一座。 唐欢所要去的地方,正是最上面的那座洞窟,据说,这些洞窟,都是曾经的铸剑谷长老们的前修之所。 呼,依内划破虚空的细微声响不觉如履,唐欢速度极快,没一会,便绕过太阴墓,来到了崖壁之下。 这崖壁滑亮如镜,最高的洞窟,和地面相距十米以上。 咦,眼睛一扫,唐欢便亚裔都低呼出声,旁硕剑背后面的这片区域,地面居然残留着非常明显而且颇为新鲜的痕迹,地面坑坑洼洼,勾获片部,尤其显眼的是,崖壁底端还散落着几只金色利剑。 这地方,应该是发生过一场激烈的战斗,看此处留下的痕迹,战斗发生的时间想来是距禁不久,应当是在自己和沐岩固引进入迷宫剑谷之后。 战斗在这里进行,其中一方,极有可能是那个操纵血灵和怨灵的家伙,至于另一个,唐欢心念电传,两道目光又在周围细细地搜寻了一遍,注意力最后落在了那几只金色利剑上面,那么多武器当中, 用弓箭的武者终究还是少数,在这方面造诣极深的高手更是不多见。 最有名的便是沙龙帝国万疆独孤眼,他所修炼的九星莲珠之术冠绝天下,恐怕无人能比,难不成那人就是独孤眼。 唐欢心头咯噔一跳,他这并非是胡乱猜测。 到目前为止,他所见过的以弓为武器的高手,只有区区三个,一个就是珊珊,不过,他的弓是神兵, 而且看他和孝天狼王交手时的情况,他所用的剑矢完全是由力量凝聚而成,并不是这等实物。 第二个便是始仲达麾下的千江张叶,至于第三个,则是沙龙帝国的万疆独孤眼了。 三人当中,珊珊还在荣耀大陆,根本不可能出现在这。 张叶实力不足,进入这里的可能性也基本为零。 倒是独孤眼,不但有足够的实力,而且有足够的动机进入驻剑谷。 这里的剑矢一看就非同凡响,可那独孤眼却没有时间带走,这只有一个可能,在那场大战之中,独孤眼极有可能受了伤,这才仓促逃走。 但是,那个操纵血淋和怨灵的家伙,其情况恐怕也好不到哪去,否则,哪怕是有那棒薄的剑意压制,也不可能在唐欢来到这里之后依然视若无睹。 两败俱伤麻,唐欢心念电传,却并未放松戒备,只是略做沉思,唐欢便纵越至高空,中途只是一次戒力,手掌就搭在了上面那洞窟的边缘, 而后唯一运进,身躯便腾空而起,进入了洞窟之内。一股森冷无比的气息从黑区区的洞窟之内席卷而出,紧接着,唐欢视线之内,便出现了两团拳头大小的血红荧光。 嗯,唐欢心头一领,下一刹那,九阳神炉和三重灵伦就已催动到极致,蕴含着灵火热力的雄魂蒸气顿时如惊涛骇浪般涌入龙凤腔内。 嗡,激烈的颤鸣声回荡开来,无比绚烂的绿意顿时从枪身之内迸射而出,而那本就红彤彤的枪头立刻就似受到了莫大的刺激一般, 也是暴散出郁佳耀眼的鸿芒,强猛的热意随即咆哮而出。只不过弹指尖的功夫,这片区域的温度就骤然提升,森寒的气息被快速驱散。 嗤,可就在这时,尖笑声陡然响起,一道黑芒电视而来,阴寒森冷的气息仿佛已在那道黑芒周围急速凝缩, 如同一抹锋锐无匹的尖锥,以惊人的速度洞穿热意弥漫的虚空,只取唐欢胸膛。 唐欢没有任何犹豫,几乎是在那黑芒闪现的刹那,手中龙凤枪就以灰扫而出,向头过楚,热浪狂飙。 唐欢只觉手中长枪大震,掌心一阵痛麻,枪头被距离弹开的瞬间,脚步也是不自禁往左侧亮枪而去。 近乎同时,这洞窟被龙凤枪战露出来的荧光映照的一片透亮之后,里面的状况也被唐欢收入眼底。 也是直到此刻,唐欢才看清楚袭击自己的竟是个身穿盔甲的家伙。 头盔,肩甲臂甲,手套,胸甲,护腰,以及两只长靴,这些东西也不知用什么矿石锻造而成。 经营两色相间,造型极为夸张,肩甲臂甲乃至长靴处都各镶嵌着一道极其锋利的勾韧。 这样的东西若是全部穿上,可称得上是全副武装了。 不过,这穿着着盔甲的却并不是拥有肉躯的人类,而是一个壮弱怨灵的生灵,但它与这柱剑谷中的普通怨灵却大不相同。 它不但身躯比普通怨灵更加凝实,而且黑色的躯体间甚至还蕴含着丝丝缕缕的蓝色气息,看起来就像是体内的血管一般,而在那头盔之内,则漂浮着两团拳头大小的血红气息。 形如眼球。 此刻,这盔甲怨灵手中正握着一柄长剑,轻优的剑身处,黑气缭绕。 刚才那一次激烈的碰撞,不但堂欢脚步虚伏魔洞,那盔甲怨灵也是有些支撑不住,几乎同时向右侧飘了过去,竟是险些撞在了这洞窟的墙壁之上。 不过,它的反应却是极其迅敏,左臂在墙壁上快速一撑,身躯便再次扑了过来,手中长剑宛如一抹幽光, 直接抹向堂欢的薄颈。 堂欢见状,不仅没有惊慌,反倒是心头大定。 从刚才的一次交手来看,双方竟差不多是势均力敌。 看来之前的判断一点都没错,如果这家伙前些天真和独孤眼大战过一场的话, 并也和独孤眼一样,受了重伤,到现在都还没有恢复。 在堂欢的感觉中,此人现在的实力说不定还不如杀龙帝国千江处风。 如果是在二三十天前,堂欢面对着这样的对手,只能选择逃跑, 可现在堂欢已经为晋升六阶五师,就算是再次遭遇处风, 他也完全有信心一战,即便是不敌,保住性命逃跑总还是能做到的。 嗡,转念间,堂欢反应更是不慢,长枪击颤,如神龙摆尾, 挑向对方胸甲和护腰之间的那抹空隙,枪头之上, 立刻就有一层烈焰显化而出,更加炽烈的热意疯狂涌动, 似连空气都要灼烧起来。 第225张枪语剑,呀,那盔甲怨灵似有些畏惧,身躯暴退, 无比尖锐的叫声仿佛凝结成了实质,瞬间撕裂虚空, 朝唐欢电射而来。 这正是唐欢此前听到过的声音,驱使怨灵和血灵的果然是这家伙。 不管是他,还是其他的怨灵和血灵,尖叫所形成的音波攻击, 完全是直接冲着灵魂而去,就算塞住耳朵都不管用, 否则的话,这住建谷区域的怨灵早就被众多在此历练的武者给剿灭干净了。 这盔甲怨灵的音波攻击之强,完全非那些血灵所能比拟, 差不多是在这声音响起的瞬间,唐欢就感觉自己的耳膜都似要被穿透, 紧接着,便有股异常恐怖的无形力量狠狠地撞击在了眉心处, 继而,刺出去的龙凤枪条件反射斑地停顿在了空中。 一压,小布点头上尖角金光灿灿, 他被这尖利至极的声音喝了一大跳,反应竟是稍稍慢了半拍。 嗡,可几乎同一时刻,唐欢眉心不畏,那印记好似受到了莫大的刺激, 白芒大放,震天动地的冥想激荡而出,仿佛有百石秉丽剑其声颤鸣, 竟是将那盔甲怨灵的音波攻击给消灭于无形。 剑印,唐欢心中惊喜,在出了那迷宫剑鼓之后, 他就隐隐感觉到,第一道剑印在慢慢消失, 显然是正融入到灵魂当中,此后,唐欢便一直感觉自己的意识前所未有的清醒, 而精神也是无比的旺盛。 不过,他也已明白过来, 108道剑印要全部融入灵魂,恐怕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 此后不断深入驻剑鼓,唐欢也没再去关注过那些剑印的状况, 却不料在盔甲怨灵尖叫时,剑印竟能将对方的音波攻击彻底瓦解。 这状况看似离奇,可只要细细一想,便觉得理所当然。 那剑印本就是强固灵魂之物,瓦解直接针对灵魂的音波攻击, 可说是顺理成章之事。 而这也意味着,那些剑印的存在, 让唐欢完全不用再担心这盔甲怨灵尖叫所凝聚而成的攻势。 刹时,唐欢信心倍增,那盔甲怨灵似有些争愣, 显然没想到唐欢竟会没有任何损伤, 而还没等他回过神来,刺耳的破空声便在这洞窟内激荡而起, 那龙凤枪已是颤出圈圈枪影,化作料园之火,朝他呼啸而去。 呀,盔甲怨灵惊目交加,手中那柄黑气缭绕的长剑竟是以肉眼都难以捕捉的速度飞快地刺了出去。 叮叮叮,心脆地撞击声如鱼打芭蕉,猪落玉盘。 连一眨眼的时间都不到,那青色长剑就已和唐欢掌中龙凤枪接触了十八次, 而后那片燎原之火,竟如冰雪消融,散化于无形, 那被火焰缭绕的龙凤枪枪头,则是再次清晰地显露了出来。 枪势受阻,枪一弥散,长枪再次停顿在空中。 呀,可紧接着,盔甲怨灵便再次尖叫而退。 唐欢眼中则是闪露出一抹难以掩饰的金色。 最初的那次硬拼,让他以为这盔甲怨灵的攻击手段, 和那些普通怨灵、雪灵一样,都非常的单一。 可现在他才发现,自己的判断完全错误, 这盔甲怨灵的剑数之高,已是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 刚才他连出十八剑,每一剑都刺在了节点之上, 而后竟是极其轻易地将他的攻势给他破解了。 自修炼真燕刘洪枪绝以来,唐欢多次以其硬敌, 可还从来没有哪个人,能用这样的方式将枪绝中的料源之势彻底破解。 哪怕是八阶五宗,一旦唐欢施展真燕刘洪枪绝, 估计也只能以力破之,可这盔甲怨灵却利用他手中那柄剑, 完全从技巧上破解了唐欢的这一式战绩。 一个怨灵,怎会有如此高明的剑数, 战绩被对手以这等方式破解,对自身来说,极其危险。 如果唐欢刚才的对手是如楚风那样的七阶大五师, 完全可以趁势而上,在唐欢完全来不及变招的情况下将他重创。 这一刹那,唐欢暗自庆幸不已,尽亏对手是怨灵, 虽成功破解了他的枪绝, 却也被他龙凤枪中透散出来的灵火热力逼得不得不退避。 呼,转念间,唐欢再次腾身而上, 手中长枪已是没有任何花哨的动作, 直接朝那盔甲怨灵当头砸落下去, 恐怖的热议化作赤裂的浪潮, 顺着枪式从高空倾泻而下, 已是将盔甲怨灵整个躯体都覆盖在内, 压,头盔之内,两团血红气息急剧波动, 盔甲怨灵尖叫一声, 常见如水纹般波动着在空中划过一道诡异的弧线后贴住了长枪枪头, 快速一波,当的一声过后, 唐欢这是若雷霆万钧的龙凤枪, 就已滑向一边。 痴,唐欢鼻中轻横,龙凤枪只是微微一收, 便再次闪电般地刺了出去, 尖锐的力笑声中,枪头之上, 仿佛凝聚了一道极速旋转的龙卷风, 热浪如螺旋一般朝着盔甲怨灵胸腹之间钻去。 当,那盔甲怨灵身躯宛如轻若无物的羽毛般飘飞而起, 手中长剑往下一甩,准确地落在了枪头之上。 据力传来,长枪猛然下沉, 唐欢双手一搓,极具战动的枪身便已卸去了这股力道, 继而锋利至极的枪头撩向了高空的那道身影。 叮,当,这宽阔的洞窟之内, 激烈的碰撞声此起彼伏。 唐欢一枪接着一枪, 杂、扫、挑、刺、聊, 他已是完全摒弃了那些复杂的战技, 直接以最简单的招数对那盔甲怨灵发动异常疯狂的攻势, 而那盔甲怨灵的剑技, 也是发挥得淋漓尽致。 唐欢还是首次见到有人能将剑技发挥到如此精妙的地步。 顾影也是用剑的, 可他的剑技和眼前这个盔甲怨灵一比, 就显得颇为粗烈了。 至于前段时间在凤灵舞会遇到的另外叫凤卓的用剑舞者, 他和盔甲怨灵走的则是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 他虽未见过凤卓出剑, 但猜得出来, 他的剑技硬是极精极简, 而这盔甲怨灵的剑技却是千变万化。 这两种类型的剑技, 不能说那种更优, 但现在的凤卓, 论剑技造诣, 绝不可能与这怨灵相比。 第226章剑魂王, 若非眼前的确是一个怨灵, 唐欢非得以为这是个压制了自身修为的人族剑道大师不可。 当然, 如果对方真是个人族舞者, 唐欢绝不会与其战斗到现在, 而是早就动用老头子留下的宗师挥牌, 逃之夭夭了。 之所以拥有出神入化的剑技还处于下风, 原因也是非常明显。 一是对手怨灵的形态, 导致他对涅槃圣火有着本能的畏惧, 而且, 这种灵活对他的克制效果也的确是非常强烈, 让他的实力不能完全发挥出来。 二是唐欢眉心处的剑印, 又让对方的音波攻击五用五之地。 第三, 对方已经身受重伤, 现有的力量似乎难以让他的剑技展现出最大的威力。 第四, 迷宫剑谷上空, 那具剑依然不曾消失, 棒驳浩瀚的剑意还在这柱剑谷内呼啸涌动, 应当也极大的压制了这盔甲怨灵, 否则的话, 不至于唐欢来到崖壁之下, 他还潜藏在洞窟之内无动于衷。 正因如此, 随着时间的流逝, 唐欢的优势也是越来越明显。 如今, 唐欢已是将涅槃圣火催动到极致, 强猛的热议时时刻刻都在激荡出来, 这洞窟之内的温度越来越高。 这样的环境, 显然让那盔甲怨灵越来越感到不适, 反应速度已是慢了许多。 叮, 又是一记清脆刺耳的碰撞声在这洞窟之内回荡开来, 盔甲怨灵手中常见一波, 龙凤枪却只是便宜了些许, 并没有像以前那般完全偏离出去, 烈焰缭绕的火红枪头顺即便擦着其胸甲而过。 呀, 就似普通人被烧红的烙铁烫了一般, 盔甲怨灵发出一声凄厉刺耳的惨叫, 身躯暴退, 后背已是堪堪要碰触到这洞窟镜头处的那堵墙壁, 头盔之内, 那凉血红气息已是波动得更加剧烈。 唐欢双目为咪, 竟如挣脱缰绳的野马般向前抱射而去, 长枪如影随形, 裹挟着赤裂的热浪静止点向盔甲怨灵的脖颈部位。 痴, 见光游走, 那盔甲怨灵手中常见如灵蛇般顺着枪头一绕, 继而如弹簧般崩在了枪头之上, 紧接着, 他的身躯便借助这一崩之力, 横飘数米, 碰触到洞窟左侧墙壁的瞬间, 却又毫不停顿地向前击射而去。 蒋淘, 唐欢脑中煞时闪过这样的念头, 手中长枪一转, 直接反手挟刺了过去, 可怕的杀意立刻就将那盔甲怨灵笼罩在内。 这一瞬间, 龙凤枪枪式大变, 无比强猛的杀伐之意, 在这小片空间内席卷开来。 这便是真燕流红枪绝第二世封烟, 在以最直接的方式疯狂攻击了这么一段时间后, 唐欢终于借助盔甲怨灵逃窜之机, 将自身战时所拥有的最强大的战绩施展开来。 晋升六阶五师之后, 这封烟之势也是爆发出了更加害人的威势。 一枪刺出, 枪头方圆两米之内, 仿佛化作了凝缩的战场, 陈宁无比的气息来回激荡, 竟连虚空都肆已凝固。 呀, 盔甲怨灵似有些胶着地尖叫了起来, 剑尖如灵蛇吐性, 急速战动, 丝丝缕缕的黑色气息从剑身之内喷勃而出, 瞬即便被剑视引动, 一个急速流转的黑色漩涡 以肉眼南极的速度凝聚成形。 这一刹那, 被小不点金角圣光 以及枪芒映照得如同白昼的洞窟, 竟是立刻就暗淡了下去, 仿佛光线正在不断地被那黑色漩涡吞噬进去, 可阴寒森冷的气息却又随着漩涡的流转而疯狂透散。 电光时火间, 炽热的火红长枪便扎入了黑色漩涡之内。 轰, 震耳欲聋的鸣响声中, 一缕鸿芒突然从漩涡深处击射而出。 紧接着, 那么鸿芒变得越来越强盛, 而那黑色漩涡却是飞速消融。 当盔甲怨铃掌中那饼长剑重新显露之时, 那道浓郁的鸿芒已是贴着剑身, 扎入了盔甲怨铃胸甲与护腰之间的空隙当中。 呀, 愈发惨烈的叫声在洞窟之内回响起来, 盔甲怨铃急速飘退, 可其腹部却已是窜起了一团火焰。 瞬即, 愿有一肠浓郁的黑气怨铃躯体的其他部位狂涌而来, 将腹部那团火焰团团包裹起来。 没一会, 那火焰镜被熄灭, 可从盔甲缝隙中看去, 却能发现这怨铃的身躯已是大幅地淡化。 咦, 唐欢眼中闪过一抹一色, 普通怨铃, 哪怕是血灵, 一旦被涅槃圣火点燃, 都会以极快的速度被焚化。 但对于这个更加强大的盔甲怨铃, 唐欢却并不觉得自己能够这一击就将其消灭。 可唐欢也不曾想过, 火焰镜会这么快就被盔甲怨铃扑灭, 不过, 从这盔甲怨铃躯体的变化, 唐欢已可断定, 为扑灭这火焰, 它自身的损耗必定极大。 能灭得了一次两次, 却不幸你能灭得了三次四次。 唐欢心中冷笑一声, 手中长枪已是朝盔甲怨铃横扫而去, 长枪所处, 热浪翻腾。 当盔甲怨铃条件反射斑地挥剑, 剑尖贴着枪头游走, 似想要将这长枪拨开, 可唐欢全力挥动之下, 龙凤枪只是唯唯一顿, 便威势如出。 金铁交明般的巨响随即蹦起, 盔甲怨铃竟是被扫飞出去。 轰, 怨铃身上的盔甲重重地敲击着洞窟墙壁, 发出一声巨响。 唐欢身如流光, 急不前驱, 龙凤枪也是洞穿虚空, 突一着刺耳的音效, 又一次扎向盔甲怨铃腹部。 助手, 助手, 可就在这个时候, 向来只知道尖叫的盔甲怨铃突然口吐人言。 他的声音虽然尖利, 唐欢却是听得真真切切, 这突如其来的变过让唐欢手中龙凤枪不自禁慢了些许, 可枪头鲜花出来的那团赤裂无比的火焰却依旧在闪烁摇曳, 没有丝毫熄灭的迹象。 小兄弟, 先别急着动手, 老夫有话要说, 那怨铃头盔之内的两团血红气息波动不已, 略显尖锐阴沉的声音再次响起, 你想不想知道老夫是谁? 哦, 你是谁? 唐欢眉稍微挑, 心中却也是颇为好奇, 这住建古区域的怨铃, 全都是当年被魔族吐露的人族武者灵魂所化, 眼前这盔甲怨铃必然也不例外, 从他现在拥有的实力来看, 被杀之前或许是一位非常厉害的强者, 否则不可能有如此建树。 老夫在魔族有个称号, 叫做建魂王, 第227章第一箭尸, 建魂王, 唐欢眉头为皱, 旋即瞳孔便经不住一阵收缩, 脸上却是不动声色, 魔族八大魔王之一的建魂王。 他原本以为, 眼前这个身穿盔甲的怨铃, 只是由普通怨铃进化为血铃, 再由血铃蜕变而来, 却怎么也没想到, 他竟能与魔族八大魔王之一的建魂王扯上关系。 因而, 唐欢听到这话的瞬间, 第一反应便是怀疑。 可下一刻, 唐欢信了八分, 疑是这盔甲怨铃根本就没有撒谎的必要, 毕竟对于人类舞者来说, 对于魔族都是杀之而后快, 布鲁真实身份不但不可能保护自己, 反倒会引起对方的杀星。 第二, 则是这盔甲怨铃的剑技实在是太过惊人。 如果是在对方实力全胜之时与其遭遇, 别说唐欢只是六阶武师, 哪怕他以晋升为七阶大武师, 也根本不可能是其对手。 而根据传闻, 魔族八大魔王之一的剑魂王, 正是一位极其精通剑技的强者。 只是不知, 这位魔族的魔王为何会跑到这柱剑鼓来? 正是老夫, 那盔甲怨铃悠悠一探, 不过在这柱剑鼓未曾被吐露的数十年前, 老夫还有一个名字, 叫做幻木。 幻木, 唐欢唯唯一争, 脑中树叠闪过一个人鸣, 脸上终于不由自主地显露出金色, 当年我们人族的第一剑是幻木前辈。 他一直疑惑, 这盔甲怨铃为何会有那般出神入化的剑技? 这一刻, 唐欢终于恍然大悟, 这盔甲怨铃原本是人族第一剑师, 而且从他所说的话便可知道, 他还留有当年的记忆, 在这样的情况, 其剑技高超, 岂非顺理成章之事? 第一剑师, 屈鸣而已, 当年的幻木, 此刻的剑魂王笑了一笑, 语调尖似透着苦涩的意味。 唐欢深吸口气, 快速冷静了下来, 手中龙凤枪往回一缩, 枪头热意大幅收敛, 而后迟疑着道, 幻木前辈, 你为何, 为何会变成这副模样? 不等唐欢把话说完, 幻木就已猜到他想要问什么, 苦笑道, 当年魔族侵入驻剑古时, 老夫斩杀了魔族的一位魔王, 可终究还是寡不敌众, 对魔族另外几位魔王围攻身亡。 老夫本以为死后一切都将烟消云散, 却没想到, 老夫灵魂不但消亡, 反而被焚天搜罗而去, 成了魔族的新一任魔王, 而且灵智丧尸, 任何行动接受焚天操控, 这些年死在老夫剑下的无者已是不计其数。 说到最后, 幻木语气间已是有着痛苦之意, 这数十年间, 前辈行事都是身不由己, 前辈也无需自责。 唐欢忍不住劝慰道, 心中却是颇为感慨, 那焚天也不知是使了什么手段, 不但让幻木灵魂数十年不灭, 而且还将他彻底操控, 成为一个没有灵智只知杀戮, 且为他之命是从的魔族魔王。 唐唐人族第一见诗, 当年在荣耀帝国地位何等尊崇, 最终却沦落到如此地步, 岂不可悲可叹。 幻木文言, 经不住常叹道, 话虽如此, 可这么些年来, 那些无者终究还是因老夫而死。 好在这一切很快就要结束了, 魂魂恶沦为杀戮工具数十年, 能够死前清醒过来, 老夫也能瞑目了。 死, 唐欢心头咯噔一跳, 那涅槃圣火在幻木体内燃起的火焰已被扑灭, 他这具灵魂凝聚而成的躯体 虽然淡化了许多, 但还远远没有到消散的地步, 难不成涅槃圣火给他带来的伤害 并未因火焰的熄灭而彻底消灭。 小兄弟不必多想, 这与你无关, 相反, 你还帮了老夫一个大忙, 若非是你, 老夫恐怕到现在还清醒不了。 幻木声音尖利地哈哈一笑, 不但是你, 老夫还得感谢沙龙帝国的那的万将。 前辈说的可是独孤眼, 唐欢下意识地道, 正是他, 幻木笑道, 差不多半个月前, 他曾闯入此处, 与老夫大战一场。 老夫本就在两界园中受了伤, 实力已大不如前, 最终与其两败俱伤。 他被老夫这病轻煞见重伤, 老夫也在其九星连珠之下遭到重创。 话音为顿, 幻木又是一笑, 当年, 最感谢的还是你, 若非你成功走出迷宫剑谷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记录, 从而显化意向, 引东最为强大建议, 将老夫压制在这洞窟之内并以灵火将老夫再次重创。 十日已久, 老夫还是会慢慢恢复过来并继续充当受焚天操纵的指质杀戮的傀儡。 出道这, 幻木地语气中多了一丝凝重, 甚至, 焚天想要在这住建谷内实施的阴谋, 也会因老夫而得逞。 焚天的阴谋, 唐欢眉头为挑, 宁声道, 小兄弟, 你就不好奇老夫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不等唐欢回答, 幻木便已说道, 老夫来死, 正是受那焚天驱使, 一是为了吸聚怨灵之力, 聊至伤势, 第二, 则是为了复活纳目中的太阴。 复活太阴, 唐欢心头咯噔一跳, 太阴, 乃是元补时期最厉害的驻剑师, 其实力必定也是强横无比, 一旦他真的复活, 再受焚天操控, 魔族岂不是又多了一个剑魂王? 尤其是太阴在所有人族练习师的心目中, 都是鼻祖一般的存在, 他若是也成为了焚天的傀儡, 对所有人族来说, 都是一个无比巨大的打击。 这一刹那, 唐欢心中顿时生出了一股几乎难以遏制的怒意。 过了好一会儿, 唐欢心绪才稍稍平复下来, 却又有些疑惑得道, 太阴祖师已在下面那墓中安息了无数年, 焚天真有办法复活他。 当然有办法, 焚木沉生道, 当年焚天率领魔族杀入这柱建古时, 便感应到下面那太阴墓中依然有着灵魂波动。 那波动虽然极其细微, 却凝而不灭, 只要太阴祖师灵魂不灭, 焚天便有了将其复活的基础。 所以, 当年魔族将这柱建古以及周围城镇屠戮一空时, 便在柱建古区域埋下了9981颗玄英魂煞珠。 这些玄英魂煞珠据说能够组成一座庞大的灵阵, 将灵阵范围中三天之内所有死亡人类的灵魂凝聚而成, 并吸收其死亡瞬间衍生出来的怨气, 渐渐成为没有灵质, 只知杀戮的怨灵。 第228章幻墓地托付, 柱建古的怨灵居然是这么来的, 唐欢恍然, 继而却又面露疑惑的道, 幻墓前辈, 那焚天是想借助这些怨灵来复活太阴祖师。 正是, 幻墓为遗憾首, 数十年下来, 能存活到现在的怨灵, 都是颇为强大的, 其中血灵的数目, 更是将近一百。 两届元之战后, 焚天给老夫的任务, 就是汇聚所有怨灵, 让他们互相厮杀, 互相吞噬。 这般厮杀吞噬到最后, 将会只剩下一个最为强大的血灵, 将那个怨灵与太阴的那丝残魂相容, 新生的太阴将会拥有极其可怕的实力, 或许一出来, 就能超越魔族的八大魔王, 而且, 那个时候的太阴也能继承怨灵吞噬生灵的能力, 短时间内, 或许短时间内便能达到与焚天媲美的地, 丝, 唐欢文言, 经不住暗吸了口凉气, 那么多的怨灵和血灵在这柱剑谷内不停地互相吞噬, 最后留下的那一个, 等于是所有怨灵和血灵的集合体, 其实力该是何等恐怖? 更何况, 它在与太阴的残魂相容, 实力必定更加强大。 尤其可怕的是, 太阴复活之后, 依然能不断地吞噬生灵, 这便意味着, 它的实力, 可以不停地增长。 一个焚天都那么难对付, 若是再加上一个实力不输于它的。 人族之中, 谁人能挡, 不过, 最初的震惊过后, 唐欢又经不住颇为感慨。 也是直到这个时候, 它才明白, 这柱剑谷之所以出现异变, 所有怨灵汇集, 竟是因为换木地缘故。 换木在这里的举动, 导致蒸火供应减少。 路浪成蒸火价格的随之上涨, 而自己购买蒸火的当日, 也因精力不足而不得不去尝试 星海武器店中的火影图腾。 正因如此, 唐欢才能那么快就将蒸火弄到 并将其成功融合。 若是唐超等人打上铁匠铺时, 唐欢还没有融合蒸火, 估计只能动用老家虎留下的宗师挥牌逃走了。 那样的话, 今后发生的事情将会大不一样, 而唐欢在这个世界的人生轨迹 也将与现在迥异。 甚至唐欢也有可能不会发现 老头子留下的东西, 更不会来到这柱剑谷, 自然也不会与换木相遇。 一饮一酌, 皆有定数, 这话果然没有说错。 一旦太阴祖师真被复活并受其操控, 这世上还有谁能挡得住他? 换木悠悠叹息了一声, 哪怕是圣灵大陆那的天族的老怪物, 恐怕也不可能是焚天对手。 圣灵大陆的天族老怪物, 却不知是谁? 唐欢心中一动, 却没有穷根究底, 而是忍不住到, 换木前辈, 两界缘大战之中, 重伤焚天的那位人族强者呢? 若焚天真的再率领魔族来起源, 大陆肆虐, 那位强者想必不会坐视不理吧? 那个人, 换木语期间的泰探之意更浓, 这个世界上, 没有哪个人能重伤焚天之后, 自身却毫发无伤的。 那位强者也受了重伤, 唐欢心头微跳, 不由得开口问道, 他早就有了这样的猜测, 那位人族强者在两界缘大战之后, 突然销声一击, 极有可能是躲藏在某个地方疗伤去了。 不仅如此, 换木探道, 那人的确是与焚天两败俱伤, 不过他的伤势更重, 最终被焚天擎拿, 带回极灭大陆, 关押在了黑暗深渊之中, 真是可惜了。 说到最后, 换木语气终已满是万喜的意味。 什么, 唐欢经道, 换木前辈, 可知那位人族强者是谁? 换木帝回答, 可说是大大出乎了唐欢的预料, 他怎么也没想到, 那位人族强者之所以毫无声息, 并非是密地疗伤, 而是被焚天捉住关押起来了, 那黑暗深渊也不知是个怎样的所在, 但一听名字, 便知不是什么好地方。 这个老夫倒是不知道, 换木摇了摇头, 随即却是声音尖细地笑了起来, 老夫如今既已神志清醒, 自然不会再让那坟天的图谋得逞, 好在这段时间, 老夫一直在练习操控怨铃和血铃, 还没有令他们互相厮杀吞噬, 一切都还来得及, 也亏你的你来得及时, 若是再来吃来两日, 这柱剑谷恐怕就已化作怨铃和血铃的战场了, 一旦厮杀开始, 除非吞噬的只剩最后一个, 否则是不可能停止的, 那样的话, 形势就再难逆转了, 不过, 只要这些怨铃还存在, 即便老夫不在了, 就难保那坟天不会再想别的办法来, 所以, 老夫还有一件事情要拜托小兄弟你, 月座停顿, 幻木又道, 那就是将放置在柱剑谷区域的 108颗玄英魂煞猪全部取出来, 用你的灵火将它们彻底练化, 没了它们, 怨铃便会渐渐消散, 坟天也不可能再用它们复活太阴祖师, 说到这, 幻木轻轻一笑, 不过, 炼化玄英魂煞猪并非朝夕之间就能够完成的, 当然, 老夫也不会让小兄弟你白忙, 若是小兄弟愿意帮老夫办到此事, 老夫可以告诉小兄弟一个炼器的手段, 小兄弟你是炼器师, 若是知道这个手段, 必定能够锻造出超乎人想象的强大武器, 唐欢文言, 不绝笑道, 就算前辈什么都不告诉我, 我也会努力完成此事, 但我还是希望前辈能与我一同完成, 老夫何尝不想, 幻木苦笑道, 不过, 老夫之所以能够清醒, 乃是因为灵火焚烧对灵魂带来了强大的刺激, 可这种清醒并不能长久维持, 用不了多长时间, 老夫便会再次丧失神志, 成为魔族的那个剑魂王, 老夫希望能够以幻木帝身份清醒的肖王, 而不是作为魔族的剑魂王被你所杀, 唐欢默然无言, 幻木帝这种心情, 他能够理解, 如果幻木真的再次丧失了神志, 重新成为了魔族的那个剑魂王, 唐欢绝对不会像刚才那样停手, 而是会立刻极力催动涅槃圣火, 将其彻底焚烧, 毕竟剑魂王一旦恢复实力, 为人族有害无益。 第229章-0, 小兄弟不要难过, 幻木却是一点都不将生死放在心上, 哈哈笑道, 老夫早在数十年前, 就该死了, 灵魂被焚天利用, 这才苟活到现在。 老夫如今最大的心愿, 便是外面那些因被魔族吐露而形成的怨灵能够安息。 又是接末片刻, 唐欢才深吸口气, 沉声道, 幻木前辈请尽管放心, 晚辈绝不会让前辈失望, 好, 幻木汉首道, 小兄弟, 老夫体内也有一颗玄鹰魂煞猪, 老夫死后, 你就将它拿去吧, 只要有它在, 你便能够感应到另外那108颗玄鹰魂煞猪的方位, 然后轻松将它们找出来。 稍作停顿, 幻木便笑了一笑, 道, 现在, 老夫便将那种炼器手法告诉小兄弟, 它是老夫从坟天那里听来的, 它曾经机缘巧合获得过一本魂道真解, 里面有着各种运用灵魂的方法, 而能够用在锻造武器之上的便是复灵。 复灵堂欢以获得道, 不错, 幻木唯唯点头道, 击杀强大的兽类, 收集其灵魂, 在锻造武器之时, 将其融入进去, 如此一来, 武器便可拥有气灵。 在战斗之时, 真气催动之下, 武器便可幻化为气灵, 发挥出更强的威力。 哦, 还有这种匪夷所思的手段, 唐欢一声道, 幻木前辈, 复灵之后的武器, 和神兵相比如何? 神兵, 乃是这世的世界最强大的武器, 复灵武器怎么可能与其相提并论? 幻木哑然失笑, 不过, 小兄弟, 你可以这么想一下, 若是锻造神兵时, 以来给他进行复灵, 效果将会如何? 神兵威力必定大幅提升, 唐欢想都不想, 就惊喜得到, 他现在已经拥有武器神器图谱, 只要拥有足够的实力, 而且拥有足够的材料, 日后完全可以尝试着将霸王枪, 轩辕剑, 龙蛇弓, 开天斧以及承锤这五件神兵锻造出来, 而且分别对其复灵。 一想到那样的情景, 唐欢胸中便没来由的一阵激动, 初得对, 幻木大笑道, 不过, 要给武器复灵, 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小兄弟, 老夫时间不多了, 这便将详细的要点讲解一下, 其他的就需要靠你自己去摸索了。 多谢前辈, 唐欢公声道, 枪头储的火焰和吃烈的热意早已悄然收敛, 这洞中的温度也在逐渐下降, 小不点脑袋那根金角也已不再绽放亮光, 只是一双眼珠子滴溜溜地对幻木打量不止。 首先, 便是灵魂的收集, 幻木间隙的声音开始不断在这洞窟内响起, 许是因为自觉时间紧迫的缘故, 它的语速非常快。 灵魂的收集、培养、融合, 三个步骤, 一个都不能马虎, 一个步骤出错, 融合就不可能成功。 幻木道, 小兄弟, 你小小年纪便能融合五大灵火当中的涅槃圣火, 而且能在剑谷开创108道剑印的记录, 气道天资卓绝, 舒适远在当年留下72道剑印记录的山河陛下之上, 山河, 唐欢心中一动, 对于这个名字, 大陆之上的任何武者都是如雷贯耳。 山河, 便是百年前的人族领袖, 当年的起源大陆一片混乱, 人族、魔族、天族交互厮杀, 正是山河率领众多强者以及人族军队, 将魔族与天族全部驱逐, 从此, 整个起源大陆变成了人族的天下, 而山河也开创了强盛一时的荣耀帝国。 只可惜, 山河创立荣耀帝国不到20年就已病逝, 继任之人为山河的儿子山海。 山海没有其父的魄力, 也没有其父的武力, 同样是短短二十余年, 南瓜荣耀大陆和起源大陆的帝国就已分崩离析。 从此, 荣耀大陆分化为三国, 大唐摩云和沙龙, 仅有荣耀帝国当年的国都天助成独立于三国之外, 而这起源大陆, 也因为魔族的在此入侵, 而变得混乱不堪。 帝国既任者无能, 但这并不妨碍无数武者对山河这位曾经的人族领袖的尊崇和敬佩。 让唐欢没想到的是, 山河居然还是一位炼奇师, 而且, 迷宫剑古那七十二道剑印的记录就是他留下的。 当初知道珊珊真实姓名的时候, 唐欢甚至还琢磨过, 他和山河是否有什么关联。 只要假以时日, 小兄弟必能锻造出副灵武器。 可惜老夫不能轻剑, 只能在此先预祝了。 就在唐欢胡思乱之时, 唐木地声音再次响起, 耽搁了这么久, 老夫也差不多该走了。 可惜, 已没有足够的时间将老夫修炼的黄极九霄剑爵传授给你了。 时隔这么多年, 老夫当初丢入迷宫剑谷的剑谱想来也早化作飞灰, 传承无数年的剑爵竟因老夫而失传。 可叹, 可叹, 几乎是在话音落下的瞬间。 头盔之内, 那两团血红气息便开始急剧震动, 继而便如火山喷发般轰然暴散开来, 阴寒彻骨的气息疯狂弥漫, 只不过眨眼间的功夫, 便已充斥着整个洞窟。 前辈, 走好, 唐欢身是一礼, 心底满是伤感, 他伤感的不是那见觉的失传, 而是幻目即将消失。 果然, 那两团血红气息暴散开来之后, 便开始一点点地快速消散, 而幻目的躯体也正以肉眼可及的速度淡化下去。 只不过眨眼间的功夫, 那两团血红气息便已烟消云散, 而幻目的身躯也是彻底散化。 大副盔甲和武器失去了支撑, 立刻就砰砰地掉落在地。 盔甲中, 一颗血白的珠子轱辱辱地滚了出来, 来到唐欢脚边。 全阴魂煞珠, 唐欢心头围动, 下意识地弯腰将其捡了起来, 触手竟是一片冰朗, 仿佛掌中握着的是一团千年悬兵, 不但有森寒之意向体内快速渗透, 更有阴冷无比的煞气丝丝缕屡屡地向头部蔓延而去。 意念间, 蕴含灵火之力的真气就已向右臂呼啸而去, 那森寒之意立刻就被化解得干干净净, 而冲向脑袋的阴冷煞气, 唐欢则是并未理会, 他们还没侵入唐欢头部, 就已被剑印完全瓦解。 旋即, 唐欢就将悬阴魂煞珠合在掌心, 而后运转功法, 调动真气, 闭合双目, 细细感应起来。 为过多长时间, 唐欢便发现冥冥之中似有丝丝缕屡屡的阴寒之意 与这颗悬阴魂煞珠连接在了一起。 果然能感应到其他悬阴魂煞珠的方位, 唐欢睁开眼睛, 望着那杯盔甲, 经不住轻欲了一口气, 心头却是没有任何喜意, 有的只是深深的无奈和畅往。 曾经的人族第一见诗, 现在的魔族八大魔王之一的幻木, 终究还是彻底地从这个世界消失了。 第230章九重封锁, 幻木自散灵魂前, 唐欢心底一直压着一句话, 既然锻造武器之时, 受类灵魂可用来复灵, 人类灵魂自然也可以, 所以,幻木本就是灵魂之体, 趁其神智清醒时收集其灵魂, 加以培养, 日后锻造武器的过程中将其融入进去, 它便可成为武器器灵。 如此一来, 幻木不但能够继续存活时间, 也可摆脱焚天控制。 不过, 唐欢终究还是不曾将这些话说出口, 复灵的手段, 是经由幻木之口道出, 唐欢能想到这种方法, 幻木岂能想不到。 他之所以没有对唐欢说过, 只因他早就心存死意, 他对这世界已是没有了半分的留恋, 只想以幻木的身份解脱。 唐欢还是决定尊重他的选择, 身为当年的人族第一见诗, 幻木自有其骄傲, 与其背负昭述十年的罪孽, 继续苟活于世间, 倒不如就此烟消云散, 彻底从这个世界消亡。 半晌过后, 唐欢才回过神来, 转头望向洞窟之外, 高空之上, 那道旁硕无比的巨剑 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整个柱剑谷都被黑暗笼罩, 只是骨口未至, 隐约能够瞧见那团闪耀不断的火光。 唐欢将那颗玄英魂煞珠放入怀中, 收拾心情, 大步走向洞窟内侧。 唐欢手中龙凤枪, 再次沾露出绚烂的红绿之光, 将这洞窟映照得无比敞亮。 这圆拱状的洞窟, 最高处超过了三米, 宽度同样是三米有余, 而整个洞窟的长度, 则差不多是十米左右。 只过了片刻, 大不留心的唐欢就在洞窟尽头处停住了脚步, 内侧墙壁上残留着当年蛙凿时留下的痕迹, 让他看起来显得颇为坑坑洼洼, 突凹不平, 但根据老头子的描述, 墙壁之上应该是藏有玄机, 唐欢就着长枪的光芒, 两道目光细细打亮起来。 没一会, 唐欢就已锁定了那隐藏在道道化痕处的七颗小小的突点。 每个突点都只有尾指大小, 在这样的墙壁上极不显眼, 但任何一颗突点都要比周围实壁光润些许, 像是经常被碰触。 这七颗突点散落在整个内侧墙壁上, 杂乱无章, 没有任何的规律可言。 痴, 唐欢眼睛为咪, 出手如电, 下一刻, 蓄满真气的食指就重重地点落在了其中的一颗突点之上。 只是这么重重地一按, 那颗突点竟是缓缓地没入墙壁。 果然如此, 唐欢脸上显露出了一抹笑意, 手指起落尖, 又是按在了第二颗突点之上, 而后便是第三颗第四颗。 只不过短短几个呼吸的功夫, 七颗突点便已全部沉没。 通龙, 也就在这时, 炸雷般的巨响突然在这洞窟之内回荡开来, 令人耳朵都为之嗡嗡作响。 紧接着, 那堵墙壁处境时爆散出了无比绚烂的白芒, 令人难以逼世, 唐欢下意识地将眼睛眯成了两条小缝。 弹指过后, 白芒便已消散, 唐欢眼皮默然弹开, 视线之内, 那堵墙壁竟已消失, 一条通道继续向前延伸, 通道顶端镶嵌着一颗颗白色的珠子, 柔和的荧光倾洒而下, 将这结晶展现出来的洞窟通道映照得如同白昼。 嗖, 唐欢宛如奔马, 向前暴摄而去, 通道蜿蜒曲折, 白转千回, 隐隐间, 身后似又有轰隆之声传来, 应是那堵消失的墙壁再次出现, 重新封锁了洞窟通道。 前行约莫数百米, 又是一堵墙壁出现, 满是刻痕的墙壁上再次出现了七个凸点。 嗖, 唐欢再次落指, 顺序和前面确实大不相同。 这让唐欢有种开启前世那种密码锁的感觉, 七个数位, 打乱编排, 挑出不同的两组, 变成了开启这两堵墙壁的密码。 通龙, 果然和刚才一样, 当七个凸点全部按下去的时候, 巨像再次激荡而起, 又是一片刺眼的白芒绽放出来。 不过, 当这堵墙壁消失后, 出现的还是弯曲向前的通道。 唐欢并不意外, 快速前行, 第九次了, 半晌过后, 唐欢再一次站在了一堵墙壁的前面, 也谋深处有着难以掩饰的期待和激动之色。 也不知这里面到底有着什么东西, 居然布下了九重封锁。 不过, 更让他感兴趣的还是师傅欧邪的身份, 连开启这九重封锁的方法都全部知道, 来历岂会简单。 这等秘密, 根本就不是一个号称是低阶炼气师的铁匠所该知道的。 当初从神兵阁返回, 知道老头子留下的是宗师徽牌后, 唐欢只是有一两分怀疑师傅是九阶五圣和炼气宗师。 从泥镜森林返回获得老头子留下的功法战绩以及三叶神器图谱残卷时, 唐欢心头的怀疑已是从一两分增加到了五六分, 而现在, 唐欢对老头子身份的怀疑已是暴增到了八九分。 痴, 转念间, 唐欢的手指已经落了下去, 七颗突点相继沉落, 轰隆之声再次响彻洞窟, 白芒一闪而逝, 唐欢再次睁开双目时, 眼前世界顿时豁然开朗。 这堵墙壁之后, 竟是一处圆形空间, 约莫方圆数十米, 颇为广阔。 空间顶端乃至周围墙壁之上, 同样镶嵌着那种白色珠子, 柔和的光芒从高空洒落下来, 整个空间都被映照得一片透亮。 一压, 小布点眼睛大亮, 突然兴奋地呼叫一声, 就从唐欢胸前的布都窜了出去, 跳落地面, 耳瞪瞪地甩开两条后腿, 飞快地向前滨视而去。 莫菲是发现了什么宝石, 唐欢心中一笑, 目光已是四处打亮起来, 这处空间的摆设极其简单, 桌、台、椅吨、 放置武器的架子等各种物品都给了唐欢一种熟悉的感觉。 再仔细一看, 唐欢心中数点了然, 这地方其实就相当于一个扩张了许多倍的铁匠铺。 没一会, 唐欢就被空间中央那座火红玉杯吸引了注意力。 那玉杯高达数米, 宽约一米, 宛如红玉雕琢而成, 晶莹剔透, 时时刻刻都在绽放着烟红如火的荧光。 玉杯之上, 隐约可以看到一排排龙飞凤舞的字迹, 却也不知那里面写了些什么东西。 唐欢念头围动, 几乎是条件反射斑地向前迈动了脚步。 第231章山河, 荣耀历3777年, 天外之物飞来, 坠落于魔玉沙漠, 唯于所获, 寻得神器图谱三十六页, 于此柱见古深处, 开辟洞府, 明曰柱神洞。 这便是那火红玉杯之上的第一段文字, 那神器图谱竟是这么出现的, 唐欢心头唯唯一惊, 若不是此处明确记载, 他还真想不到神器图谱原本竟不是这个世界的东西, 而是荣耀历3777年从天外坠落在魔玉沙漠的。 现在似乎是荣耀历3897年, 算下来, 正好是120年。 却不知那在魔玉沙漠获得神器图谱, 并在这里开辟出这座著神洞的是谁? 唐欢收射新神, 继续往下看, 荣耀历3782年, 锻造神兵龙灵, 神器图谱排名第四。 荣耀历3783年, 锻造神兵刘宏, 神器图谱排名第八。 荣耀历3784年, 锻造神兵寒冰, 神器图谱排名第28。 荣耀历3785年, 锻造神兵秋水, 神器图谱排名第16。 荣耀历3786年, 锻造神兵落日, 神器图谱排名第23。 荣耀历3787年, 锻造神兵镇天, 神器图谱排名第17。 荣耀历3788年, 锻造神兵星物, 神器图谱排名第22。 荣耀历3789年, 锻造神兵集星, 神器图谱排名第36。 唐欢月看月星经, 到底是什么人物, 竟从3782年到3789年, 以一年一键的速度依据神器图谱锻造神兵, 龙灵, 刘虹, 寒冰, 秋水, 落日, 震天, 心怒加上吉星, 这就是整整八剑神兵了。 八剑神兵中, 龙灵等七个名字, 唐欢颇为陌生, 可那刘虹二字, 唐欢却是在熟悉不过。 他所修炼的便是百年前枪圣叶崇山所创的真燕刘虹枪诀, 神兵刘虹也是百多年前出现的。 这两者之间, 也不知是否有所关联, 唐欢念头飞快转动, 片刻过后, 便是深吸口气, 两道目光继续向下移动。 荣耀历3799年, 锻造神兵孔雀灵, 神器图谱排名第七。 看到孔雀灵三字, 唐欢树的心中一动, 当初在迷境森林与珊珊相遇时的画面再次从脑海中浮现出来。 不过, 唐欢此刻想起的, 并非当时的隐匿情景, 而是珊珊所用的那件似用孔雀羽毛编织而成的美丽长弓。 莫非他就是孔雀灵, 唐欢心念电传, 算算时间, 孔雀灵锻造出来时, 距今已是不足百年, 他和上一件神兵即兴, 相距正好是整整十年。 那十年之内, 居然没有一件神兵出现, 却不知是什么缘故。 再往后, 唐欢已没再看到那人锻造神兵的记录, 看到的只是一个名字。 山河, 几乎这两个字眼印入眼帘的刹那, 唐欢脑袋变轰的一声响了起来, 在如今这个世界, 就算是傻子, 也知道这个名字, 唐欢接收了那少年唐欢的记忆之后, 对这个名字也是如雷贯耳。 山河, 百年前的人族领袖, 先是统一了荣耀大陆, 再驱逐了魔族和天族, 将三族争夺不断的起源大陆, 全部纳入了人族的版图, 只用了短短数年, 便开创了横跨两个大陆的荣耀帝国。 在所有人心中, 山河不但是荣耀帝国的开国皇帝, 更是一个人族的英雄, 若不是他, 不但起源大陆依旧不堪, 荣耀大陆也是纷争不断, 甚至时时刻刻都面临着魔族乃至是天族的侵袭。 百多年前, 三族之中, 救赎人族实力最弱, 甚至连尚不是荣耀帝国国都的天柱城, 也曾被魔族数度侵占。 山河横空出世, 开创荣耀帝国以来, 人族便越来越强盛。 哪怕是现在荣耀帝国已分崩离析多年, 人族却仍在享受着山河所带来的余音, 至少现在的人族, 和天族、魔族相比, 已是毫不逊色, 哪怕是起源大陆被魔族大肆侵袭, 吐露的这些年, 荣耀大陆也不曾被攻入过。 没想到, 最初获得神器图谱, 并锻造了这么多神兵的竟是荣耀帝国的开国皇帝山河。 两久过后, 唐欢才回过神来, 心中仍旧惊叹不已。 在进入迷宫建谷之前, 唐欢只知道山河乃是百年前的人族领袖, 却并不知道他也是一名炼骑士, 甚至是当年最为厉害的炼骑士, 这从他能够在迷宫建谷留下 72道建印的记录就知道了。 的确, 也只有如他那般强大的炼骑士, 才能成功锻造出那么多的神兵。 这个时候, 唐欢也终于明白第九剑神兵出现的时候, 为何会与第八剑神兵相隔十年? 因为荣耀历3789年至3799年, 正好是山河起兵统一荣耀大陆和起源大陆, 并巩固荣耀帝国之时。 成为如此庞大的一个帝国的皇帝之后, 山河必定是日理万机, 无比繁忙, 能够在3799年重回这驻剑谷内的驻神洞, 再次锻造出那剑叫孔雀灵的神兵, 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看来, 珊珊真的极有可能是山河后裔, 唐欢唏嘘不已, 珊珊拥有的那把长弓九成九就是山河最后锻造的神兵孔雀灵, 真是没想到, 自己在迷进森林就下来的, 居然是荣耀帝国的皇族公主。 如今荣耀帝国虽然分裂, 但名义上依然存在, 现在荣耀帝国的情况, 倒是与唐欢前世古代的位属五三国鼎立极其相似, 不过, 这里没有出现侠天子以令诸侯, 荣耀帝国的国都天柱城依旧独立于三国之外, 地位十分超然, 现在的大唐, 摩云和沙龙三国, 没有任何异国敢于起兵攻占天柱城, 否则, 必定成为人族公敌, 众叛亲离。 因此之故, 荣耀帝国皇族公主的身份依然极其险要, 甚至还在摩耶纳为摩云帝国的长公主 以及唐韵纳的大唐帝国的小公主之上, 毕竟山河的威名实在是过于耀眼, 而荣耀帝国分裂也才短短数十年, 只是不知二十多年前的天柱城到底发生了什么, 禁令的珊珊父亲被杀, 而其母亲为了锻造神兵也不得不尝试融合五大灵火之一的菩提心火, 结果不但害了自己, 更让珊珊饱受纯阳丹珠折磨。 第232章又一件神兵, 好在纯阳丹珠已转移了出来, 珊珊体内已无隐患, 唐欢暗暗轻叹一声, 注意力又回转到这块火红玉杯之上, 当年山河能够那么快就统一荣耀大陆和启元大陆, 龙灵、刘虹和寒冰等神兵想来是功不可没, 却不知那些神兵如今是否依然存在。 还有那些使用神兵的强者, 是已然全部陨落, 还是还有一些存活于世? 譬如说, 前几个月在两界元大战中, 重伤魔主坟天, 却又被坟天请拿的那位神秘武者, 会不会便是百年前某位拥有神兵的强者? 锻造神兵, 得是拥有九阶五圣实力的练习宗师才行, 但使用神兵, 却没有这样的限制, 这从珊珊就能看得出来, 只是不知道, 神兵是否能够传承, 还是说有始至终都只能由一人使用。 不过, 不管神兵能否传承, 能够拥有神兵的, 都绝非普通武者。 而且在同等修为境界之上, 拥有神兵的武者, 实力绝对要强于使用一般品阶武器, 哪怕是圣阶武器的武者。 那等人物若成为九阶五圣, 在世间已是难逢敌手, 想被人杀死都难。 尤其是锻造了这么多神兵的荣耀帝国开国皇帝山河, 恐怕已是百年前的第一强者, 可众所周知, 山河却是病逝的。 一个九阶五圣, 练习宗师, 净会病亡, 这着实令人难以理解。 唐欢隐隐有种感觉, 山河病逝一世, 必定藏着各巨大的秘密, 那秘密一旦揭晓, 恐怕是石破天惊。 四寸间, 唐欢已是走到了火红玉杯后方。 只是抬眼一瞥, 唐欢就经不住争了一争, 玉杯背面居然也刻印着一排字击, 荣耀历三八九七年, 锻造神兵。 荣耀历三八九七年, 这不就是今年吗? 就在今年, 居然还有人在这个驻神洞内锻造了一件神兵, 却不知为何没有将神兵资讯完整地刻印出来。 四寸间, 唐欢的目光已是继续下移, 玉杯又有两个字圆印入眼帘。 乌斜,乌斜,乌斜, 这一刹那, 唐欢如遭雷击, 墨地呆住了, 胸中则是立刻就掀起了惊涛骇浪, 这竟是师父的名字。 锻造神兵的居然是师父, 看到这个名字的瞬间, 唐欢心底最后的那一兵点一律也是消失得无影无踪, 师父果真是九阶五圣, 练起宗师, 否则的话, 怎么可能练神兵都锻造得出来? 真是没想到, 老头子藏得这么深, 两久两久, 唐欢才轻欲口气, 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他之所以感到震惊, 并非因为师父是九阶五圣和练起宗师, 毕竟在进入这里之后, 唐欢就已差不多能够确定师父练起宗师的身份。 他刚刚所震惊的是, 师父居然拥有锻造神兵的能力。 神兵绝不是能够轻易锻造出来的, 那神器图谱散落多年, 获得过其中一两页的舞者应该不在少数。 想来也有不少练起宗师尝试过将其锻造出来, 但成功之人恐怕是寥寥无几, 就连珊珊母亲那等精彩绝艳的练起宗师, 都没有足够的把握而被逼得不得不去融合灵火。 由此便能看出, 锻造一件神兵的难度之大。 如山和那等能够以一年一键的速度, 连续成功锻造八件神兵的练起宗师, 终究只有那么一个。 然而, 那么多练起宗师都做不到的事情, 师父居然做到了。 这个时候, 唐欢终于明白自从懂事以来, 师父为何总是时不时地离开怒浪城? 要锻造神兵, 就必须收集各种材料,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特别是有些珍贵的材料, 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师父孤身一人, 一直待在怒浪城的话, 就算一辈子都不可能找到足够的材料将神兵锻造出来。 不知道师父与荣耀帝国的开国皇帝山和是什么关系? 唐欢心念电传, 这柱神洞, 是山和专门用来锻造神兵的地方, 知道的人绝不可能太多, 尤其是开启那九重封锁的方法, 猜是绝不可能猜得出来的, 山和只可能告诉自己的家人或是最亲近的朋友。 师父显然不可能是山和的后裔, 难不成他是山和好友的后代? 四寸间, 唐欢忽地想起当初在铁匠铺中阅读师父所留信间时, 姗姗的神情颇为怪异, 当时他虽心中生疑, 却也没有多想, 可现在戏意回味, 唐欢却有种感觉, 姗姗分明是知道自己师父的, 可惜姗姗不在身边, 不然的话, 唐欢定会向他打探一番, 知道的越多, 唐欢就越发觉得师父的来历并不简单, 已经好几个月没他的消息了, 也不知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莫非还在收集材料, 准备锻造第二件神兵, 这种可能性也是非常大, 毕竟他留在铁匠铺中的神器朴图残卷多达三页, 任何练其宗师在成功锻造出一件神兵之后, 都有可能想要趁热打铁, 再将第二件神兵锻造出来, 毕竟神器图谱都是现成的, 一压,一压, 数点, 几声清脆的叫唤打断了唐欢的思绪, 下意识抬眼望去, 便见二三十米外, 小步点在一张桌子上又蹦又跳, 两只小爪子也是不停地冲着自己挥舞, 必然的眼珠子里似乎满是兴奋之色, 莫非有宝石, 唐欢念头围动, 随即收拾心情, 快步而去, 没一会, 唐欢便已来到那张不知是用什么木料打造而成的精致木桌前, 柱面上放置着一个小木箱, 而桌旁居然堆积着各种品质极佳的铁矿石, 锻造龙凤枪的火药铁, 锻造盘龙边的羽丝铁, 全部都有, 而且量还不小, 甚至还有一些唐欢叫不出名字的矿石, 至于那木箱, 则是漆黑如墨, 看起来已是极为古旧, 看到这木箱的瞬间, 唐欢心底便经不住涌出一股难以抑制的激动之意, 这正是师父每次出门必须攜带的木箱, 箱带上那歪歪扭扭的唐欢二字, 便是明正, 那是他六岁时涂鸦而成, 这木箱有两层, 外面用的只是普通的木料, 可里面却是绝灵童, 刻搭, 小步点迫不及待地打开锁扣, 而后往上一掀, 几乎是箱带开启的瞬间, 一天五颜六色的绚烂荧光从箱中暴散而出, 令人目眩神迷, 这各色荧光一入眼, 唐欢不用看便知道里面的确放置着大量宝石, 一压, 小步点献宝石地抓起了两颗白色石头, 很是得意地在唐欢面前飞快地晃了一晃, 断月时, 唐欢微微动容, 小步点抓的两颗石头都是撞入尖角, 就像是一轮弯月从中间切断, 变成了两节, 断月时之名由此而来, 这种宝石可是颇为少见的高阶宝石, 每颗售价都在八十万左右, 顺即, 唐欢几乎是下意识地探头望去, 药灵石, 羽花石, 碧阳石, 裂风石, 苍蓝石, 九木凡石, 这木箱中放置的净全都是高阶宝石, 第233章黄极九霄剑绝, 让唐欢颇感惊讶的是, 这一箱子高阶宝石都如天木石一般, 寻常难得一见, 可若是想要锻造厉害的高阶武器, 却又经常地用到, 一般在宝石店能够随意够得的宝石, 这箱中是一颗都没有, 好一会儿, 唐欢才极为感慨地轻郁了口气, 即便是星海商会, 想要收集一箱子这样的宝石, 每个几年时间恐怕都做不到, 便如那种断月石, 就算是木浪城所有的宝石店加起来, 一年下来也不见得能有几颗净出, 可在师父的这个木箱中, 每种宝石, 都是少则两三颗, 多则五六颗, 唯把它们弄到手, 师父不知花费了多少功夫, 两道目光在箱中来回转悠, 唐欢的注意力突然被一张卷成圆筒状的纸叶吸引了过去, 其上字机入影若现, 师父留下的信, 唐欢健壮, 不由得心中一动, 立刻就闪电班地探手出去, 捏起来展开一看, 熟悉的字机顺即便已引入眼帘, 徒儿, 你能来到这里, 必然已成了七阶大武师, 而且想来已是高阶炼气师, 看到师父所写的第一句话, 唐欢便有些无奈地笑了一笑, 如果一切正常, 师父这么说其实并没有错, 在开启洞窟的第一重大门时, 唐欢就已经感觉出来了, 如果没有七阶大武师的真气强度, 没有高阶炼气师的真火强度, 那门上的七个突点根本就不可能按得下去, 想来正因如此, 师父才会写下这么一句话, 只不过, 拥有九阳神卢并融合了涅槃圣火的唐欢实在是一个艺术, 才刚晋升六阶武师不久, 真气之强, 就已丝毫不下于七阶大武师, 还只是中阶炼气师, 就有了比真火更强的灵火。 此外, 唐欢也明白, 师父写下这封信的时候, 所有的怨灵和血灵应该都不曾被幻慕汇集过来, 铸剑谷内虽有怨灵和血灵, 但数目应该不多, 但即便如此, 六阶武师也是很难应付的, 如果是七阶大武师, 进入这铸剑谷深处, 倒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毕竟只有一两个血灵加几十个普通怨灵的话, 七阶大武师完全能够战胜, 可这短短数月时间, 铸剑谷已是情势大变, 换目的出现, 让所有的怨灵和血灵都聚集到了龙泉谷镇甚至是铸剑谷内, 血灵众多, 又全都受到操控, 别说是七阶大武师, 就算是如独孤眼那等强大的八阶武宗, 最终也得杀鱼而归, 还好阴差阳错之下, 唐欢恶打恶壮地进入了迷宫剑谷, 并获取了108道剑印, 从而彻底激发谷中所有剑石, 让那具剑意向于高空显露时所散发出来的剑意攀升到了所能达到的极致, 在那棒箔剑意的压制下, 不但所有的怨灵和血灵都不敢妄动, 甚至连那幻木所化的魔族剑魂王实力也是大幅削减, 否则的话, 现在还只是六阶五师的唐欢想要进入住剑谷深处, 还不知要花费多少精力, 即便是进来了, 也不见得能够战胜幻木, 当然, 唐欢最该感觉的还有那个独孤眼, 若不是他先中伤了幻木, 哪怕是有那剑意的压制, 唐欢也奈何不得幻木, 更不可能在那剧剑意向消失之前战胜幻木, 并让他恢复了短暂的情形, 这次能进入住神洞, 实属侥幸, 唐欢心头暗暗感叹一声, 便已继续往下看去, 此地, 乃是山河陛下当年开辟的住神洞, 也是山河陛下铸造神兵之所, 九重禁制封锁, 可保神兵出炉之时, 细细不会有丝毫外泻, 神兵铸造之难, 是非言语所能形容, 为师辛苦多年, 仅得一见, 想来图儿在铁匠铺中看到为师所留宗师徽牌, 功法战记及神器图谱残卷时, 愿以心中生疑, 对于为师来历, 图儿不必多做揣测, 该知晓时自然便可知晓, 三页神器图谱残卷, 务必收好, 图儿若是有意铸造神兵, 切不可急躁, 努力提升武道实力和弃道造一方为正途, 离开此处, 返回荣耀大陆后, 图儿可往天铸成一行, 神兵阁内有天灵秘境一处, 图儿可设法入内修炼, 当大有弊益, 至于木韬城堡, 若非武宗, 图儿万物前往, 切记, 切记, 为师留在此处的高阶宝石, 都是这些年收集而来, 图儿可拿去练手, 相中令有皇级九霄剑爵一侧及须弥法界一枚, 剑爵乃当年剑王患目所留, 为师前些年在迷宫剑谷之内寻获, 精妙玄奇, 变幻莫测, 威力强横不在为师此前所留真艳流红枪爵之下, 图儿可自行钻研修炼, 须弥法界乃为师在这柱剑谷中斩杀一名天祖法圣后所获, 极其罕见, 图儿日后若是仅升八阶五宗并成为炼奇大师, 可再来此柱剑谷, 入那迷宫剑谷一行, 获取剑印, 壮大灵魂之后, 当可沟通法界内那储蓄密空间, 存放随身物品, 方便出行, 修行之道奸写, 图儿擅自珍重, 勿以为师为念, 痴腹欧邪, 流, 一便看完, 唐欢心绪激荡, 竟是久久难以平复, 好半晌过后, 唐欢才被小不点一压, 一压的鸣叫声唤醒, 却见他正奔坐在桌面上, 嘴巴里鼓鼓囊囊, 似含着几颗宝石, 身前则摆放着一本古旧的宝册, 小爪子哗啦啦地不停地翻动, 那宝册中, 满是自圆和舞剑的人影, 翻到兴起之时, 小不点甚至还好蹦跳而起, 对着宝册笨拙地比划了起来, 却连续数次立足不稳, 摔倒在了桌面上, 小不点顿时失去了兴致, 气鼓鼓地将宝册拉至一边, 又跳入了木箱之内, 脑袋钻入宝石堆中, 小尾巴高高瞧起, 那肉嘟嘟的小屁股也是拱了起来, 不时地扭动几下, 看到他这憨态可觉的模样, 唐欢经不住哑然失笑, 拿起那本宝册一看, 封面之上, 赫然是六个大字, 黄极九霄剑爵, 这便是唤目前被抛入迷宫剑谷的剑谱, 唤目前被自散灵魂前还为剑爵的失传而痛惜不已, 唐欢在迷宫剑谷中也不曾看到剑谱的影子, 还以为他已消失, 却不料早就被师父找了出来, 而且放在这木箱中留给自己, 若是全下有之, 唤目前被也可安息了。 唐欢暗叹一生, 心神就已沉浸其间, 虽只是简简单单的六个字元, 可每一个笔画都似蕴含着强烈的剑意, 仿佛是用力剑刻画而成, 竟是让唐欢立刻就生出了一种源自于灵魂深处的共鸣, 第234章虚拟法界, 几乎是条件反射一般, 唐欢将龙凤枪搁在桌面上, 而后开始翻阅起来。 在唐欢眼中, 薄测之上那一道道武剑的身影好似火转过来了一般, 不断地在脑海中呈现出来。 恍惚之间, 唐欢好似回到了刚刚进入驻神洞入口 与还是魔族剑魂王的幻木交手的那一刻。 幻木腾挪闪月, 手中长剑挥洒出一道道剑光, 千变万化, 玄妙莫测, 其身影渐渐甚至与唐欢脑海中那道武剑的身影融合在了一起。 就像是曾经的人族第一剑师在亲自演练那黄极九霄剑诀, 让唐欢感受无比深刻。 不知不觉间, 唐欢已是翻到了最后一页。 吃, 触叠, 唐欢身躯疼无而起, 右手食指和中指则已同时偏起, 已入眼都难以捕捉的速度向前刺了出去。 差不多是下一刹那, 一股强大的剑一遍透出纸端, 在这片空间之内快速弥漫开来。 这个时候的唐欢, 就似着了魔一般, 偏指如剑, 一世世地将黄极九霄剑诀施展出来, 动作越来越快。 没一会, 唐欢便似化作了一道黑色流光, 急速游走, 痴痴得细微破空生此起彼伏, 不觉于耳。 一压, 木箱内, 小布点很快就被惊动, 抬头看了过去, 碧蓝的眼珠子临满是疑惑。 一小会过后, 小布点就没了兴趣, 嘴巴里接连吐出三颗宝石来。 每颗宝石都是完好无损, 颗表层却已沾满了口水。 很快, 小布点又把脑袋埋入香中, 一颗颗宝石不停地在口中静静出出。 他现在还嚼不动高阶宝石, 也只能瞬息几下, 过过嘴瘾。 痴, 清晰的音效如丝如履, 越发强横的建议在唐欢深周如浪潮般翻腾涌动。 这建议为额棒驳, 浩浩荡荡, 虽中正平和, 却势不可挡, 宛如君临天下的帝皇, 可由唐欢施展出来的建议却是变化多端, 诡诀难测, 令人眼花缭乱, 不过两者结合在一起, 却没有一丝的格格不入, 反倒极其完美。 唐欢深如游龙, 似要翱翔于九霄之上, 不知不觉间, 眉心处那道剑印却已是如暗夜之中的星辰, 急速闪烁起来。 不过, 剑印虽在闪烁, 但其暴散出来的白色荧光 却是一点点地变得暗淡, 唐欢此刻演练的黄极九霄剑绝好似成了催化剂, 让那叠加在一起的剑印融入灵魂的速度为之暴增。 哈, 也不知过了多久, 一声雷霆霹雳般的爆喝陡然在这片虚空乍响。 唐欢那急速藤魔的身影陡然由极冻归于极境, 突一而出的一道道残影随即烟消云散。 片刻过后, 唐欢那略显模糊的面容就已重新变得清晰起来, 而其眉心不畏, 那团闪烁不断的白芒已是悄然消失, 显而易见, 那108道剑印已经完全融入到了唐欢的灵魂当中。 一套剑绝演练下来, 唐欢便如喝了穷江玉叶一般, 只觉心旷神怡, 浑身舒泰。 数月来, 唐欢修炼过的战绩共有三种, 分别是真燕流红枪绝, 焚空斩浪刀绝和现在这黄极九霄剑绝, 其中有以最后这种剑绝, 修炼得最是畅快。 虽是刚刚接触, 可刚才演练时, 唐欢竟是感觉极其手忍, 没有丝毫生疏之感, 每个剑士都是信守年来, 仿佛曾经演练过无数遍。 若是让外人见了, 绝不会相信唐欢只是个刚刚获得黄极九霄剑绝的身手, 只会以为他是一名竞赢这种剑绝多年, 剑道造诣惊人的厉害剑师, 否则, 怎可能一来就将这剑绝发挥得淋漓尽致。 当然, 唐欢自己却能隐隐猜到, 这是因为自己眉心那层层叠加的剑绝, 演练黄极九霄剑绝, 加速了剑绝与灵魂的融合, 而越来越多的剑绝融入到灵魂当中, 却又让唐欢被剑道领悟得更加透彻, 两者交互作用, 这才让唐欢刚才变如剑王附体一般。 刚才那种神奇的感觉, 让唐欢回味无穷, 手中更是有些痒痒。 可惜, 他现在手中无剑, 不然的话, 非得再用武器来尝试着对黄极九霄剑绝进行一番演练不可。 对于一名炼起师来说, 自然是精通越多种类的战绩越好。 以一把长枪为例, 未曾修炼过枪绝的炼起师, 也照样能够将其锻造出来, 可若是由精通枪绝的炼起师来动手的话, 锻造出来的长枪在品质上, 绝对要普遍高于未曾修炼过枪绝的炼起师。 因为修炼过枪绝, 便能更好地掌握枪的特性, 在锻造长枪之时, 也能够更好地将其发挥出来。 长枪如此, 刀剑也是如此, 在前世之时, 唐欢便如同埋葬于柱剑谷的太阴祖师一般, 只专注于柱剑, 可来到这个世界之后, 唐欢就已经改变了想法, 他不但要铸剑, 还要铸造枪、 刀挤、锤、 斧工更多其他类型的武器。 既然有了黄极九霄剑绝, 下次不但要锻造一把长刀, 也该试试锻造一柄合适的长剑了。 唐欢笑了一笑, 这黄极九霄剑绝虽只有72事, 可每一事都蕴含着72种变化, 这让剑绝总的变化多达5184种。 如此神奇的剑绝, 自然需的好剑才能匹配, 小不点, 你说对吗? 一压, 刺听到了唐欢的声音, 刚刚才从木箱中爬出来的小不点 有些疑惑地眨巴了几下眼睛, 而后隔一地冲着唐欢伸出了一只手爪, 其中一根肉乎乎的手指头上, 居然套着一枚晶莹剔透的翠绿戒指。 驱迷法界, 唐欢心头围动, 招木箱中看了一眼, 那里面果然只见宝石, 不见任何戒指的踪影。 随即, 唐欢的目光又回转到了小不点身上, 而后笑咪咪地唯唯张开了嘴巴, 可话还没来得及说出口, 小不点就猛地往后蹦跳了两步, 那只手爪也是飞快地葬在了背后, 一副警惕的样子。 一颗凤凰石, 唐欢为之气节, 有些无奈地竖起了一根指头。 小不点闻言, 大为一动, 小爪子飞快挪到身前, 而后一把将那个翠绿戒指露了下来, 可正要地向唐欢时, 小不点却似想起了什么, 碧蓝的大眼珠子逼溜溜一转, 而后竖起了两根手指。 好, 两颗就两颗, 唐欢倍感无语, 小不点也学坏了, 居然学会讨价还价了。 第235章摩原石, 两颗凤凰石总算把虚拟法界换到手, 老头子在信中说, 让他成为八阶武宗和炼器大师之后, 再去纳迷宫剑谷获取剑印, 其目的自然还是为了他的安全考虑。 高阶炼器师, 的确是能够成功走出迷宫剑谷, 但并不是每个高阶炼器师都有那样的能力。 相对来说, 自然是成为炼器大师之后, 进入迷宫剑谷后又成功走出来的把握更大些。 不过欧鞋恐怕怎么也想不到, 他还是五阶武师时就已误入迷宫剑谷, 二十多天之后再出来的时候, 不但已是六阶武师, 而且还获取了108道剑印, 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记录。 获取剑印壮大灵魂之后, 便可沟通界中虚弥空间, 现在108道剑印已完全融入灵魂, 正好一世。 唐欢拿着虚弥法界, 兴致勃勃地打亮了片刻, 正要尝试沟通界内虚弥空间的时候, 却经不住愣住了, 自己完全不知道该如何下手, 而师父的那封信中, 也没有介绍与之相关的内容。 舞者, 的确能够隐隐感觉到自身灵魂的存在, 实力越强的舞者, 越是如此。 在融合那108道剑印之后, 唐欢灵魂的存在感也是变得越发强烈, 他甚至能够隐隐感觉得到, 自己的灵魂也像是变成了一把剑, 里面隐含着极其棒薄的剑意, 似乎随时都会喷博而出。 可是, 唐欢虽能感应到灵魂的存在, 但怎么用灵魂沟通虚弥法界这东西, 他却没有任何头绪。 虚弥法界乃是天族物品, 魔法珠也是天族之物, 当初魔叶催动魔法珠时, 用的便是真气, 现在这虚弥法界, 也只能用真气试试了。 唐欢意念之间, 一缕真气就往戒指内部渗透而去。 嗡, 只是片刻过后, 那戒指便暴散出异常绚烂的荧光, 细微的颤鸣声几乎同时从戒内激荡而出。 紧接着, 唐欢便感觉那虚弥法界之内涌出一股强劲的牵引之力, 灵魂立刻就被引动, 有着一丝无形的力量分离而出, 循着那牵引之力快速向前蔓延, 最终透出右掌, 融入到了戒指内部。 眨眼间的功夫, 唐欢就发现自己和虚弥法界之间好似多出了一种血肉相连的感觉, 仿佛它已成了躯体的一部分, 只是念头微微移动, 一处白色萌萌的空间便在唐欢脑海中呈现出来。 唐欢心中顿时恍悟, 这种虚弥戒指是要融合灵魂之力才能开启, 拥有者若是活着, 戒指内的灵魂之力便将一直存在, 若是死了, 灵魂之力随之消散, 戒指也将重新成为无主之物。 想来正因如此, 自己才能在那位天祖法圣被师父斩杀之后, 成为他的信任主人。 从这也能判断得出来, 师父获得这枚戒指后, 应该是没有将它开启过, 否则, 他的信任主人就该是师父了。 转念间, 唐欢的注意力便集中在了虚弥空间之内, 空间并不大, 只有差不多一个立方的样子。 空间之内, 竟已放置了不少物品, 显然是那位天祖法圣遗留下来的。 唐欢意念之间, 几套换洗衣服便从虚弥法界的内部空间中挪一而出, 飘落在了身前桌面上。 一压, 这近乎凭空闪现的衣物, 把小不点喝了一大跳, 小身去立刻就蹦到了唐欢肩膀上, 两只大眼珠子里瞪得溜圆。 唐欢却是大感兴起, 片刻过后, 各种物品就已在桌面堆成了一座小山。 一压, 最初的惊疑过去之后, 小不点却是被感好奇, 立刻从唐欢肩膀上溜了下去, 在那堆物品中翻寻起来。 果然是好东西, 唐欢却是磨缩着掌中虚弥法界, 暗自惊叹不已。 老头子可真够厉害的, 竟连天族法圣都能够干掉。 这个世界上, 天族的法圣, 乃是完全能够和人族五圣相媲美的强者, 而且在一般情况下, 法圣普遍要比五圣强那么一点点, 因为天族之人都是被生语义的存在, 能够在空中自由飞翔, 就算不敌, 也能够比较容易地脱身逃跑。 可是, 连这等法圣都能被老头子击杀, 足可见其实力之强。 在唐欢的直觉中, 被老头子干掉的那个天族法圣, 恐怕来历也并不简单。 因为按照老头子在信中所说便可推断得出来, 哪怕是在天族, 如虚弥法界这等神奇的东西, 估计都是不多见的。 也幸好这虚弥法界造型简单, 只是圆溜溜的一圈, 从表面上看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这样造型和颜色的戒指, 唐欢在不少舞者手上都曾看到过, 不然的话, 他还真不敢随意戴上去。 四寸间, 唐欢便已将虚弥法界套在了左手为直处。 不是他不想戴在食指、 中指或者无名指, 而是戒指太小, 那三根指头根本就戴不进去, 只有为止能用, 这毕竟不是量身打造的东西。 一压, 没一会, 小不点身前就多出了几十颗宝石。 每颗宝石都差不多压弹大小, 白若冰雪, 晶莹如玉, 源源不断地散发着柔和的白色荧光。 唐欢眼睛一亮, 这应该就是魔原石, 而且看这些宝石的通透程度, 极有可能是圣阶的魔原石。 这魔原石虽也是宝石, 但它与绝大多数宝石都是不同的。 这种宝石内部蕴含的力量非常奇特, 难以用来锻造武器, 但是却能够被天族人所吸收利用, 化作天族人所独有的念力, 而天族的那些法师若是想要施展魔法的话, 也非得拥有念力不可。 低阶的魔原石, 荣耀大陆和起源大陆都比较常见。 不过, 那样的魔原石蕴含的力量博杂不纯, 天族法师极少拿来修炼, 一般都是用来催动各种交通工具上面布置的魔法阵。 比如诺浪城码头储的那些船只, 都是用魔原石来催动的。 但中阶以上的魔原石, 基本上就只有圣灵大陆才能找到了。 至于这等圣阶的魔原石, 即便在圣灵大陆, 都极其罕见, 任何一颗都能卖出上亿, 甚至数亿金币的天价来。 这里的几十颗魔原石如果全部拿去出售的话, 恐怕立刻就能够引起轰动。 这一趟助神洞来得太值了, 唐欢经不住满意地笑了一笑, 这堆从虚拟法界之内转移出来的物品中, 各种杂七杂八的东西都有, 但真正有价值的, 唯有被小布点挑出的这几十颗魔原石。 至于其他的, 唐欢树的心中一动, 被小布点拨弄了那么一番之后, 衣袍中竟有一颗圆溜溜的白色珠子滚了出来。 第236章虚晶, 这是什么? 唐欢心头微微移动, 那珠子约莫有婴儿拳头大小, 光滑银亮, 晶莹剔透, 呈现出乳白色的光泽。 几乎是看到这白色圆珠的瞬间, 唐欢感便感受到了一股极其玄妙的气息, 丹田之内, 九阳神炉竟是蠢蠢欲动。 一压, 唐欢颇为压抑, 下意识地探手抓去, 可还没有碰触到那颗珠子, 就听到了小布点清脆的叫声, 却是早就馋得不行的小家伙, 终于抑制不住诱惑, 抓起一颗魔源石就飞快地抛入口中。 看到他这富猴急的模样, 唐欢不觉哑然, 这小布点连高阶宝石都还吃不动, 更何况这种极有可能是圣阶的魔源石。 嘎吱,嘎吱, 然而没过多久, 清脆的就咀嚼声就已响起, 小布点嘴巴动得极快, 眼睛却已眯成了两道小缝, 一副陶然欲醉的神情。 唐欢只微微一愣, 便已醒悟过来, 天族魔源石的区分方法 与人族的各种宝石是完全不同的。 那魔源石虽然也有低阶、 中阶、高阶、天阶, 乃至圣阶之别, 但划分品阶的依据, 并不是熔炼的难易程度, 而是宝石内部所蕴含力量的精纯程度。 力量越精纯, 魔源石品阶越高, 可如果像人族这边按照熔炼难度来进行区分的话, 这魔源石最多也就跟中阶宝石差不多, 甚至还可能有所不如。 一颗介于中阶和低阶之间的宝石, 小布点吃起来不会有任何的难度。 不好, 下一瞬间, 唐欢树点面色大变, 小布点, 快吐出来。 一压, 小布点抬起脑袋望向唐欢, 以或地眨巴着那双臂蓝的大眼珠子, 洗他的嘴巴里面, 那颗魔源石已是没了踪影。 唐欢一见, 脸色更是难看, 小布点现在还只是幼年期, 以他现在的状况, 吃凤凰石都已经有些勉强了。 隔一段时间吃一颗还行, 连续吃几颗, 对小布点有害无益。 唐欢一直控制着他吃凤凰石的速度, 便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刚才小布点用虚拟戒指换取的两颗凤凰石, 唐欢也不可能一下就给他吃完。 这就像是一个两岁孩童, 吃一小碗饭, 刚刚合适, 吃一大碗, 就过量了, 吃两大碗, 恐怕人都要撑死。 小布点就跟那两岁孩童差不多, 最适合吃的就是一般的中阶宝石, 吃凤凰石就已经要消化不短的时间了, 如今在吃这种所含力量已经超越了凤凰石的圣阶膜原石, 他岂能承受得了。 扑通, 几乎是脑中闪现出这个念头的瞬间, 小布点就如同喝醉了酒一般, 小身躯摇摇晃晃了几下后便已歪倒在地, 再也没有动静, 可他的头部五官却已是近乎扭曲起来, 一副极其痛苦的模样。 唐欢心头狠狠一抽, 旋即便发现小布点体内有一股强烈的无形波动透散出来, 而他的身躯却如充气皮球一般开始急剧膨胀, 只不过弹指尖的功夫, 小布点的身躯就已胀大了差不多三倍。 再这么下去, 小布点定会暴体而亡, 唐欢面色一尘, 已顾不得再去查看那颗白色圆珠, 双掌猛地按在了小布点躯体之上, 意念之间, 天地交态绝就已运行到了极致, 丹田之内, 三重灵轮和那顶九阳神卢也随之疯狂地运运转起来。 刹那之后, 便开始由两股异常庞大的魔元之力被引动, 飞快地透入双掌, 顺着手臂一路蔓延而上, 顺刻之间, 就已进入了九阳神卢。 唐欢心中为喜, 既然魔元时的力量能够被九阳神卢稀释, 那就好办了。 很快, 唐欢便已进下心神, 注意力完全集中, 继而那魔元之力便已更快的速度远远不断地汇入顶卢之内。 时间点点滴滴滴飞时, 随着体内力量的流失, 小不点躯体的膨胀速度变得越来越慢, 最终完全停止时, 小不点躯体已是平时的四五倍。 小不点清醒时, 身躯也能够变化到这样的地步, 但清醒时的主动变化, 与现在的被动膨胀, 性质却是截然不同, 前者对他的躯体不会造成任何损伤, 而后者, 却能让他的身躯帐暴开来。 唐欢暗松口气, 却是没有丝毫停顿, 而小不点的身躯则同时慢慢收缩。 为多久, 小不点的痛苦之色便已消失, 身躯也已恢复原状, 最后甚至如以前沉睡时那般蜷缩成了一团。 呼, 唐欢抬起双掌, 如是重负地松了口气。 小不点现在是没什么大碍, 可唐欢的那顶九阳神炉 却已散满了大量无形无植的魔元之力, 让唐欢自己都忍不住有种快要被杖暴的感觉, 不过, 好在最终还是把小不点给救了回来。 也幸亏有九阳神炉, 不然, 唐欢还真不知该如何帮小不点将体内过剩的力量抽取出来。 这魔元之力该如何练化才好, 把小不点放回胸前部都里面, 唐欢眉头已是悄然皱起。 这种魔元之力, 虽能吸聚至九阳神炉之内, 但以他的天地交太绝, 居然炼化不了。 唐欢自然清楚这是什么缘故, 如魔元之力这等形式的力量, 炼化之后, 便是天族所特有的念力。 念力据说是一种存在于灵魂中的力量, 并非存在于丹田和灵脉之内。 那天地交太绝到底只是适合人族的功法, 他能将众多形式的力量炼化为真气, 却难以将魔元之力炼化为念力, 毕竟真气和念力, 是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力量, 自然需要不同的功法。 那九阳神炉尽管神奇, 可不管是稀释力量, 还是容纳灵火, 亦或者催动力量, 所起到的都是辅助作用, 它并没有主动炼化魔元之力的能力。 所以, 炼化魔元之力的关键, 还是在功法之上。 最让唐欢头疼的是, 魔元之力不但难以炼化, 还驱除不了。 魔元之力能进入九阳神炉, 靠的是以功法调动真气, 再以真气催动顶炉, 然后顶炉衍生出强横的稀释之力, 这才将其引动。 可他一旦进入顶炉之后, 想再将其挪移出去, 就只能靠功法了, 若功法起不到作用, 他便会一直留在里面, 除非是外部有更加强横的稀释之力, 将其抽取出去。 请神荣义送神蓝, 蓝不成还要去找一种天族的功法来。 在唐欢的判断中, 真气和念力应当是能够共存的, 这从冷银双身上就能看得出来。 当初的凤灵舞会之中, 冷银双在身份暴露前一路杀入前三, 靠的可不是天族的念力, 而是人族的真气。 不过, 天族的功法不是想找就能找到的。 唐欢有些无奈, 好在那些魔源之力的存在虽让唐欢感觉极不舒服, 但现在还不至于有什么伪害, 要找天族功法, 也得回到怒浪城之后才行。 转念间, 唐欢已是将那些魔源十一一收入虚拟法界, 可目光落在那颗白色圆珠之上时, 他却是唯唯已愣。 第237章天心珠, 圣灵大陆中央, 无边无际的丛林之众, 一颗无比旁硕的巨树拔地而起, 高达数千米, 犹如撑开的巨散, 将方圆数十里区域全都笼罩在内。 这庞然巨物之内, 一道道背声羽翼的身影飞入飞出, 一派繁忙景象。 巨树深处, 一座为恶的宫殿搭建在粗朔的枝丫上, 宫殿牌匾之上, 刻印着天心殿三次。 一年了, 还没找到那的逆贼麻, 天心殿内, 一个轻妙悦耳的声音陡然响起, 说话的是一个绿衣女子, 身姿恶魔窈窕, 面容精致秀美, 看上去也才二十来岁的年纪, 脑后长发及腰, 宛如流云飞铺, 说不出的飘逸动人。 不过, 最为引人注目的却还是他那双眸子, 竟如夜间星辰一般, 黑亮深邃, 似有点点绚烂的荧光暴散而出, 只是这绿衣女子背后, 却不见羽翼, 想来是用什么特殊的手段藏匿了起来。 此刻, 他正坐在一张四用藤条编织而成的座椅之上, 似乎刚刚从沉睡中苏醒过来, 眉宇间还残留着一抹难以掩饰的慵懒。 组长, 老朽以家派人手, 进入起源大陆各地搜寻, 不过那逆贼本就是我们天族中人, 对于我们天族的追踪之法再清楚不过, 故而始终不曾显露行踪, 想要找到他, 恐怕还需要花费些时日。 极其苍老的声音随即响起, 那是一个身躯矮瘦的老者, 汗下长须漂浮, 面庞之上, 皱纹层层叠叠叠, 背后那对羽翼也是不见光泽, 看上去, 就像是一脚已经踏入了棺材似的, 这时正颤颤唯唯地冲那绿衣女子为翼公身。 他逃离圣灵大陆的时间已经够久了, 绿衣女子语调为尘, 美眸深处浮现出些许恼怒之色, 牧长老, 有件事我必须地告诉你一件事, 那逆贼逃离圣灵大陆之时, 窃走了天心珠。 那逆贼演示得太好了, 一年前我竟没有感应出来。 什么, 那矮兽老者大吃一惊, 顺其他那苍老的面庞之上便已深入一引现, 那逆贼真是好大的胆子, 竟连天心珠都敢窃取。 那天心珠乃是我们天族圣物, 绝不可留在那逆贼的手中。 说到后面, 那矮兽老者脸上怒意更浓, 请族长放心, 老朽这就出发, 并当亲自将他请回。 我也是这个意思, 牧长老, 那就辛苦你了。 矮兽老者立刻就转身而去, 这宽阔的天心殿内顿时便只剩下绿衣女子一人, 显得空空荡荡。 一年, 这一次沉睡的时间又更长了, 莫非真是大献已到。 绿衣女子收回目光, 血靠在躺椅上, 树立淡眉为醋, 悠悠轻叹。 族长多虑了, 以族长的修为, 再活个五百年都没问题。 刹那之后, 一个黄英提名般清脆美妙的声音响了起来, 据藤以不远处的暗影中, 竟是盘坐着一道曼妙的身影, 那是一个身材高挑火爆的黑袍女子, 她背后收敛起来的竟是一对黑色羽翼。 黑燕, 你什么时候也学会拍马屁了, 绿衣女子文言, 不觉一笑, 我已经活了快五百年了, 天族历代族长, 还没有哪一个能够活得如我这般长久, 哪怕明日便是大县, 我也该知足了。 那叫黑燕的女子面色沉宁, 漠然无言, 绿衣女子健壮, 不觉一笑, 放心吧, 我这个老怪物还没那么快死。 说到这里, 绿衣女子话音为顿, 黑燕, 今日怎么不见迎双娜的丫头, 以往我每次醒来, 她都是第一个过来的。 迎双溜到起源大陆去了, 黑燕脸上这才露出了些许笑意, 前不久我刚刚获知她的消息, 那丫头刚到起源大陆没多久, 就乔装改办前往凤鸣山参加了 人族年轻舞者的一次舞会, 结果被一个叫唐欢的人族少年所败, 逼得现出了原形。 依那小丫头争强好胜的性子, 她若是不找机会将对方教训一顿, 怕是不会回来的。 不, 绿衣女子顿时来了几分兴致, 黑燕四知道绿衣女子最想听什么, 于是笑盈盈地道, 那个唐欢, 据说才十六七岁, 是人族最近声名确起的一个舞蹈天才和气道天才, 几个月前, 她还只是一个没有修炼出真气的普通人。 启元大陆, 柱剑谷, 柱神洞内, 这珠子十分古怪, 唐欢眉头越皱越紧, 这颗珠子竟能引得九阳神炉都不停地蠢蠢欲动, 绝对不是寻常之物, 而且, 她给唐欢的感觉, 也似乎印证了这点。 不过, 唐欢将她翻来覆去地看了无数遍, 却是没有发现任何端倪。 片刻过后, 唐欢念头为动, 便有一股真气透入圆珠之内。 轰, 下一瞬间, 唐欢掌中那颗圆珠便暴散出了异常璀璨的白芒, 令人难以逼世, 她下意识地拎起了眼睛。 近乎同一时刻, 丹田之内, 那慢悠悠转动的九阳神炉仿佛受到了无比强烈的刺激, 竟突然疯狂地旋转起来, 这突如其来的异动, 更是唐欢睁了一针, 心头不自尽地生出了一丝疑惑。 没过多久, 白芒便已消散, 唐欢睁开眼睛, 凝目望去, 掌中竟已没了那颗白色圆珠的影子。 不会吧, 看着空空如也的手掌, 唐欢眉头为挑, 瞬即, 她的注意力便集中到了自己丹田。 那极速旋转的九阳神炉之内, 果然多出了一颗婴孩拳头大小的白色圆珠, 竟在不断地吞噬着周围的魔圆之力。 这珠子到底是什么东西? 唐欢欣中颇为惊讶, 她已从那颗白色圆珠内感受到了一股极其强横的稀释之力。 只不过片刻功夫, 让她颇为头疼的几乎散满整个九阳神炉的魔圆之力就少了差不多一成。 按照这个速度下去, 顶炉中所有的魔圆之力估计很快就都会被那颗珠子稀释得干干净净。 事实也的确如此, 随着魔圆之力的减少, 那种账暴感也在快速消失。 当顶炉中的魔圆之力被吸收完毕之后, 真气竟开始源源不断地涌入到九阳神炉当中。 那颗白色圆珠就像是一个无数年没吃过东西的乐鬼, 恨不得将所有能看到的食物全部吞入腹中。 第238章吞噬 唐欢面色微微一变, 那珠则吞噬完了魔圆之力, 就开始吞噬真气, 吞噬完了真气, 说不定就要吞噬涅槃圣火了。 若是连涅槃圣火也被没了, 会不会连整个人都被他给完全吞噬? 意念之间, 唐欢便已快速冷静下来, 脑筋飞速转动。 那白色圆珠之所以会出现在体内, 明显是受到了九阳神炉的牵引。 九阳神炉也如涅槃圣火以及当初山山体内的纯阳单珠一样, 虽没有成灵, 却已拥有灵性, 拥有强大的本能。 将那白色圆珠牵引入体, 只是九阳神炉的本能。 唐欢和九阳神炉本就是一个整体, 唐欢相信, 九阳神炉这么做的目的, 绝不是为了害自己, 那颗珠子必然对自己或者九阳神炉本身有着极大的用处, 他才会干出这样的事来。 不过, 九阳神炉的初衷是好的, 可结果却不见得也能尽如人意。 唐欢绝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那颗圆珠将自己体内的所有蒸汽都稀释干净, 转念间, 唐欢就将刚收入虚拟法界没多久的魔原石全部取了出来, 而后将其中一颗合在了双掌掌心。 魔原石内所蕴含的力量, 唐欢现在虽炼化不了, 但吸收到顶炉当中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伴随着顶炉的急速运转, 刹那之后, 便有丝丝缕缕的无形力量飞快地从魔原石中分离而出, 涌入到顶炉之内。 这魔原之力几乎是移入顶炉, 就被那颗白色圆珠给吞噬得干干净净。 紧接着, 甚至无需唐欢再主动去吸收, 那源自于白色圆珠的稀释之力, 就已将唐欢掌中的魔原石覆盖。 魔原之力以惊人的速度被圆珠吞噬, 那颗魔原石则是变得越来越暗淡。 甚至连一颗中的时间都没有, 一颗魔原石就已彻底报废, 唐欢几乎在抛去废石的同时, 另一颗新的魔原石又被合在了掌中。 时间飞逝, 唐欢身前的废石越来越多, 五颗, 十颗, 二十颗, 终于停下来了,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 唐欢常常递出了口气。 丹田九阳神炉之内, 那颗圆珠终于平静下来, 漂浮在顶炉中央, 源源不断地散发着淡淡的白色荧光, 而唐欢身前, 废石已是多出了整整四十颗, 而完好的魔原石则只剩下区区两颗。 四十颗魔原石蕴含的力量何等庞大, 却全被那颗白色圆珠给吞噬了。 这么多价值连成的魔原石, 居然全都拿去喂这颗珠子了。 唐欢也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 如果损失了这么多魔原石, 能够弄清楚那白色圆珠的来历 或者消除体内的隐患, 那也就罢了。 可现在唐欢对他依然是一无所知, 他虽静静地待在九阳神炉之内, 却如同一座植服的火山, 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突然爆发, 大量魔原石, 只换取了他战时的安宁。 不过, 唐欢很快便已平复了心绪, 那颗白色圆珠的存在, 是福是祸, 谁都说不清楚。 既然如此, 又何必现在就不停地疑神疑鬼, 万一日后真有什么不对劲之处, 并来降导, 水来涂掩便是。 片刻过后, 唐欢便已不再考虑此事, 意念间, 剩余的两颗魔原石以及那的装有众多宝石的木箱就被收入虚拟法界, 而师父所留的信件以及那本皇级九霄剑决则被唐欢收入怀中。 这个地方, 他并没有宰在细细地去探查, 但他能够感觉得出来, 驻神洞内摆放的每一样器具应该都非凡品, 毕竟这是山河和师父相继用来锻造神兵的场地。 他日后若是有了锻造神兵能力, 唐欢肯定会再入驻神洞, 也定会选择这个地方作为锻造之所。 是时候离开了, 唐欢转眼扫尸了一圈, 忽地心头围动, 从桌边抓起了大块火药铁, 而后又从法界中取出了几颗要灵石和九木凡石, 用一件衣袍将宝石和铁矿一起包裹了起来。 只是唯唯一笑, 唐欢便以手提长枪, 抓着包裹, 向洞窟通道走去。 若是无视体内顶炉中的那颗圆珠, 在忽略患目的魂飞魄散, 此次驻剑古之行, 完全称得上是大祸丰收, 先是获取了108道剑印, 再是从幻墓那里获悉了武器的副灵之法, 然后又在驻神洞内得到了师父所留的心剑, 众多宝石以及黄极九霄剑爵和须弥法界, 而且还确认了师父九阶五圣和炼器宗师的身份。 离开这洞窟后, 只需要将外面散步于驻剑古各处区域的众多玄英魂煞珠找到, 瓦解焚天所部的灵阵, 让那些怨灵能够渐渐散化安息, 便算完成了幻墓地托付, 可以安心返回荣耀大陆了。 过去的时间已经不短了, 也不知外面目颜和顾影情况如何。 唐欢不自尽力加快了脚步。 美女, 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又见面了。 晨曦出路, 一个信念的笑声陡然在龙泉古镇之外的丛林间回荡开来。 说话的那个身材高大的绿衣男子, 肩上扛着一柄长刀, 正笑眯眯地望着对面数米外的目颜和顾影。 这男子赫然便是当初在龙泉镇拦截唐欢和穆颜的高玉。 不过, 这次与他一同出现的, 不但有六阶巅峰五师游民, 更有另外二十多名舞者, 已是将穆颜固引二人团团围住。 美女, 你上次纳得相好呢, 怎么不叫他出来? 高玉两道目光在周围转来转去, 口中却是怪笑不断, 不会是甩掉旧的, 又换了个新的吧。 嘖嘖, 长得倒是挺壮的, 美人儿, 你的眼光倒是挺不错的。 换成是我, 也会把那小子甩掉, 住口, 顾影眉宇间怒意勃然, 聚见已是坑然出窍, 瞬间鸿芒大战, 热意向四面八方翻卷而去。 无耻, 听到高玉这般胡言乱语, 慕颜更是气得翘脸通红, 几乎同时娇翅出声, 继而, 啪得脆响声中, 他那缠绕于腰间的盘龙边便已甩至空中, 真气催动之下, 长边如蛟龙般在空中翻腾盘旋, 不但暴散出了异常璀璨的鸿芒, 更有律意缠绕其间, 荧光交互映衬, 竟是令人目眩神迷。 第239章跳梁小丑, 好边, 高玉不远处, 身躯高寿的游民突然喝叫出声。 这时, 他竟是连声音都略有些战斗, 两颗略微凹陷的眼珠子瞬间暴散出射人的神采, 看向沐妍手中盘龙边时, 目光极为炽热, 那模样就像是一个吝啬的守财奴突然看到了一大堆闪闪发亮的金币。 如果他感觉没错的话, 那鞭子和当初唐欢所用的长枪一样, 极有可能也是一件进阶武器。 不仅是游民, 周围的高玉等少数眼力高明之人, 也都是眼睛唯唯一亮。 高玉经不住舔了舔嘴唇, 直勾勾地望着沐妍, 黑黑笑道, 美女, 既然你不打算说出你那就相好藏在哪, 我们就, 一起上, 把他们拿下, 啊, 游民却已是按捺不住心中的贪婪, 不等高玉说完, 便已低吼出声。 几乎在开口的同时, 他手中也是有一条红色长边陡然闪现出来, 在空中啪啪作响, 看起来倒是威势十足, 但和沐妍的盘龙边一对照, 确实相形见触, 也难怪他此刻这般眼热。 可他话音才堪堪落下, 一声惊叫便从喉咙中冲了出来, 那张受血的面庞之上满是震撼之色, 几乎是没有任何犹豫, 身躯便向前抱舍而出, 手中那条红色长边则是闪电斑地朝身后抽甩了过去。 啪, 长边引发的音爆骤然蹦起, 刚刚寻声看过去的众人视线之内, 就出现了一片瑰丽绚烂的鸿芒, 紧接着, 异常淒厉的惨叫声就已刺入众人耳膜, 而众人也同时感受到了一股无比可怕的热议。 然而, 还不等他们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游民便化作了一个火人, 只是往前踉跛着冲了几步, 他就扑倒在地, 再也没有动静, 只不过眨眼间的功夫, 火焰就已熄灭, 而游民却已是消失得无影无踪, 只剩那根色泽悄然暗淡下去的长边, 正静静地躺在地上。 一个六阶巅峰武师, 居然就被这么伤美了。 众人单若目击,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将他们全都喝住了, 过了好一会儿, 才发现游民先前战力之处, 早已多出了一道修长挺拔的黑色身影。 那是一名年轻男子, 面容俊秀, 神色冷肃, 浑身上下, 竟是杀气腾腾, 而其手中则握着一条长枪, 枪身率一涌动, 枪头一片烟红, 远远看去, 便像是有一只小小的凤凰在火焰之中飞腾。 唐欢, 穆颜最先反应过来, 惊喜地交呼出声。 他没有再进行演示, 被游民和高玉绿人包围时, 他就从周围一些人的嘀咕声中知道, 唐欢的身份早已在龙泉镇曝露出来。 到了这样的地步, 在这遮掩掩, 不但毫无必要, 反倒惹人笑话。 顾颜也是回过神来, 裂开嘴巴哈哈大笑。 他和穆颜之所以会被游民、 高玉等人围住, 根源还是在那些怨铃和血铃身上。 两人完全没想到一直聚集在住建谷内的怨铃和血铃会毫无征兆地四散开来, 甚至走出了龙泉古镇的范围。 结果今天清晨一步留神, 被一个血铃和十几个怨铃发现行踪。 借助那颗是魂珠的威慑, 两人刚联手将怨铃和血铃赶走, 游民、高玉等二十多名舞者就突然出现, 两人想躲藏都来不及。 朝暮炎和顾影点了点头, 躺欢的目光便落在了两米之外的高玉身上, 唇角勾起一抹鸡巢的笑意, 高玉, 我就在这里, 你待如何? 我, 我, 高玉如梦初醒, 脸上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念如这四想要说些什么, 可后面的话还没出口, 他身躯就已是毫不犹豫地暴退数米。 四觉得这个距离已颇为安全, 高玉顺及神色大变, 口中力喝出声, 唐欢, 你以为靠着偷袭杀了游民就能把大家喝倒? 李在厉害也只是一个人, 加上他们也不过才区区三人, 而我们这里却有二十多人, 而且各个都是六阶五师。 诸位, 不要害怕, 我们一起上, 把他们全部干掉。 听到他这番话, 周围不少舞者兄中的震撼渐渐淡去, 眉宇间显露出一洞之色。 二十多个六阶五师, 而且其中还有众多如高玉那样的六阶巅峰五师, 这么多人联手, 即便是楚风那等七阶大五师, 也得战壁锋芒, 岂能怕了这的二十多天前据说还只是五阶五师的谈欢? 不过, 想是这么想, 刚才的一幕实在是太过害人, 游民被杀给众人心理上带来的振折可不是高玉一句话就能够轻易抹除的。 因而, 众人虽在快速地交换着眼神, 却无一人敢率先出手。 出头的船子心烂, 这道理谁都懂, 有志气, 唐欢文言, 却是鼻中轻横, 手中龙凤枪宛如一抹红绿相接的绚烂流光, 直接洞穿虚空, 刺向高玉, 刺耳的音笑声如同一缕丝线, 从枪头处一粒而出, 连绵不绝, 恐怖的热浪更是顺着枪势向前席卷而去。 数米之外, 高玉骇然色变, 竟是转身就跑。 当日在龙泉镇城墙之上, 他就知道若没有一件好武器, 单打独斗想要战胜唐欢, 没有任何可能, 哪怕是和游民联手也不可能, 但如果有十几二十个人同时出手的话, 战胜唐欢应无问题。 正因如此, 他和游民才敢略人来到这里。 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唐欢居然敲无声席地靠近, 然后将游民轻易击杀, 有史至终, 他都没有发现唐欢是如何出现在附近, 又是如何对游民出手的。 当他瞧见唐欢的时候, 游民以灰飞烟灭。 浙江高玉鹤的亡魂大帽, 如果刚才唐欢选择的出手物件是他, 现在这世上肯定已经没有他这个人了。 唐欢那一枪, 不仅焚化了游民, 也将他的胆子给全都烧没了。 这个时候, 如果众人如他鼓动的那般一涌而上, 他还有胆量混在人群中与唐欢一战, 可现在众人还没出手, 唐欢就要先向他下手了, 他那还敢在原地继续停留下去。 跑出数米之后, 高玉才思想到什么, 猛地停住脚步, 回头望去, 却发现唐欢手中长枪虽然刺了过来, 可脚步却没有魔动分毫, 刚才那一击只是虚张声势, 就算威力再强, 也伤不了他。 感受到众人诧异的目光, 高玉面旁羞怒交加, 面旁仗得通红。 跳梁小丑, 唐欢眼中闪过一抹嘲弄的笑意, 鸡翘地挑挑眉, 目光随即扫过四人, 口中暴喝出声, 还有谁想一试。 第240章 我为何要逃, 蛇战春雷, 声如霹雳, 每个字圆都如红中大铝, 在丛林间轰隆隆地来回激荡, 震耳欲聋, 而唐欢手中长枪也不断发出积月的颤鸣之声, 枪头之上, 火焰流转, 竟连虚空都似承受不住如此害人的热议, 如连一般急剧波动。 此刻的唐欢, 凌凌如战神, 浑身散发出强横无匹的气势, 周围众人立刻就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压力, 一些心智较差的舞者, 竟是立刻就不由自主递后退束步, 下意识地避开了唐欢的目光。 刹时间, 二十多名六街舞师, 面对着唐欢一声不吭, 甚至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 一群废物, 可就在这时, 一声冰冷的低喝漠然乍响。 数十米外的林木之间, 一道的高大身影陡然闪现, 竟是风驰电车班地奔腾而来, 醒刻间, 和唐欢相聚就已不足数米, 其形貌也随即进入了众人的视线当中, 赫然是一个国字脸的中年男子。 他便是沙龙帝国千江楚风, 是楚风千江, 千江大人, 楚风大人终于来了, 这下看他还能翻出什么风浪来, 周围二十多名舞者对楚风刚才的那声喝骂毫不在意, 竟都如是重负地松了口气。 可紧接着, 众人看向唐欢的眼神中就不自尽地多出了一丝羞怒, 这么多的六街舞师, 居然被对方一个人给喝住了。 这对众人来说, 乃是莫大的耻辱, 也是修炼之徒中的一个极大的污点。 这一刻, 众人都是恨不得楚风立刻出手, 将唐欢斩杀。 高玉却是色缩着身躯, 面色忽红忽白, 希望自己不被楚风注意到, 和周围其余舞者相比, 他刚才的表现更加丢脸。 楚风却并未看他, 两道目光落在唐欢身上, 风锐如剑, 手中巨剑不但轻芒大放, 那剑尖楚, 更是有一束剑气吐露出来。 唐欢, 顾颖和慕炎靠近唐欢身后, 面色都是变得凝重无比。 楚风乃是七阶大舞师, 而且还有可能是七阶巅峰的大舞师, 当日在龙泉镇中, 唐欢也是一时侥幸, 才得以逃脱。 如今再次在这龙泉古镇之外遭遇, 情况与当日大不相同, 想要脱身, 难如登天。 无妨, 唐欢却是一点都不在意, 淡然一笑, 打亮这位实力强横的不速之客。 李居然不逃, 楚风并没有急着动手, 可梅宇坚却有着一色一闪而逝。 将隔还不到三十天, 唐欢给他的感觉已是大变。 上次在龙泉镇城墙之上, 唐欢虽有着远超修为的实力, 可在他眼中, 唐欢依然是拥有血肉之躯的武者, 完全可以轻易击杀, 上次若非大义, 唐欢早已不存在了。 可现在, 唐欢在他的感觉中, 却像是与这片天地融为了一体, 明明对方就站在那里, 可他近似感应不到对方的存在, 仿佛唐欢没有呼吸, 没有心跳, 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而是一尊泥胎木雕。 这样的感觉, 极其怪异, 我为何要逃? 唐欢神色轻松, 慢条斯理地笑了起来, 楚风, 今时不同往日, 你想杀我, 怕还差了那么一点点, 而且, 你我之间, 这次估计是没有动手的机会了。 什么意思, 楚风唯唯一愣, 因为老子已经来了, 一个粗豪无比的大笑声陡然在天地间乍响, 楚风此前现身之处, 竟又有一道魁梧的身影闪现出来, 那竟是一个身穿盔甲的男子, 手中一条金色长枪, 大不留心地走入众人的视线之内。 唐雄, 楚风面色为变, 脸上露出惊讶之色, 唐雄的出现, 早在他的意料之中, 并不至于让他惊讶。 他真正惊讶的, 是唐欢的感应能力, 听他刚才所说的那句话, 竟是明显比他先一步察觉到了唐雄在接近, 这卓实令人匪夷所思。 老子总算是赶上你了, 唐雄文言, 哈哈大笑, 楚风, 你弄了个替身放在千江府中吸引众人注意力, 然后再乔装改办, 悄悄出城, 这算盘倒是打得不错, 可惜碰到了老子, 你自以为做得神不知鬼不觉, 却不知老子早就在城门口看到你了。 不过, 老子倒是没想到, 你还先请了游民高玉这帮人来帮忙, 可惜没有一点卵用。 刺意地嘲讽了一声, 唐雄已是来到唐欢面前, 狠自来熟地笑道, 小兄弟, 你可把老子, 嗯, 我瞒得好苦, 如果早知你的身份, 我哪会让沙龙的那些混蛋如此嚣张, 特别是这个家伙, 当日在城墙上, 我就会让他好看。 不过, 现在也不算晚, 有我在, 这家伙绝不敢动你一根寒毛。 说到最后, 唐雄已是将胸膛处的铠甲拍得砰砰作响。 楚风一听这话, 面色阴晴不定, 昨夜看到那句剑异象之后, 他立刻调派千江府中的人手, 分成数拨出城。 当然, 其他几波出城之人只是掩饰, 真正被他寄予厚望的乃是游民, 高玉这批并不隶属于沙龙千江府的舞者。 他自己乔装出城的真正目的, 其实也是为了掩人耳目, 因为他知道, 自己的改扮根本蛮不过有心之人, 但他又必须地这么做。 如果知道唐欢还活着的消息, 千江府却没有任何动静, 更会引刃生疑。 只是他没想到的是, 二十多个六阶五师, 竟是一点用都没有。 刚刚赶到附近的楚风, 险些把费都给气炸, 最后被逼得不得不现身。 可惜万将大人重伤, 不能轻动, 而那位精通追踪之术的林先生 从筑建谷返回后就早已离去, 否则, 又何须这么麻烦。 度谢唐将军, 唐欢拱拱手, 微微一笑, 眼角余光却是瞥向左前方的那片密林。 就在这时, 楚风树叠冷声道, 唐雄, 仅凭你一人, 怕是还阻拦不了我。 说到这里, 楚风突然面色一沉, 低鹤道, 高玉, 这唐雄就交给你们了, 只需负责将其缠住即可。 是, 高玉精神一阵, 周围众人也是其身硬核, 他们不敢和唐欢动手, 但面对已是七阶大武师的唐雄, 却没有那么大的心理压力, 更何况, 楚风交代的任务, 也不是将唐雄击杀, 而是将他缠住一段时间。